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宏林 是公民监督国卫联盟的执行长 那我们今年的NGO环境会 已经迈向第17年 这过程当中也群聚了 所有背逆组织的一些运作 其实在17年前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的一些环境运动 虽然都持续在做进行 但我们一直很 这个觉得非常辛苦 每次我们在关心的议题 总是不能 或者是没办法 让社会所引起关注 所以当时几个团体就说 那不然 我们其实平常都花那么多时间 在当职工 能不能找一天 甚至只要半天 把全国的关心环境的团体 都聚在一起 这样子说话 总有人会听了吧 果然真的就开始被关注了 然后至此我们也开始有机会 可以跟我们政府来做对话 甚至跟我们的最高民意殿堂 国会来做对话 所以我想这一路走来 非常的不容易 那首先我们就邀请我们大会的 我们这次的主席 我们过往都有一些团体来轮半 今年比较特别 我们用所有的这些团体一起来合办 但我们的主要的召集人还是我们 台湾公民参与协会的理事长 何仲勋 所以我们首先请何仲勋 理事长来帮我们做一下支持 欢迎订阅 这个各位委员 还有我们的环保的先进 大家好 还有现在网路 说看直播的 很有大家好 那因为今年的环境会非常特别 过去我们都是在4月22号 地球日前夕 我们举办这个会议 然后在地球日的前夕 跟总统见面 从陈水扁 到马英九 到蔡英文总统 都没有中断过 那今年碰到疫情呢 一度呢 一直在思考说 到底能不能继续举办 不过因为天佑台湾 我们国家的整个的防疫 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让我们呢 总算呢 虽然能够如期举办 虽然延后 但是也赶在了6月5号 台湾环境日之前来举办 那这一次的主办 我们高达将近13个 环保跟动保跟公民团体 过去都是纯粹环保议题 那后来呢 动保觉得 动保是生态的一环 所以动保也进来了 那再来呢 加上整个环境的变迁之后呢 国会游说 公民参与呢 也又进来 所以今年的团体呢 合办超过 那个13个团体 那过去的开会呢 也被人家诟病呢 是大拜拜的方式 那今年我们也做了 很大的改变 就是因为 环境议题都是同样的问题 那这些议题 如果没有办法被政府呢 好好的去那个 那个 那个 认真去思考跟追踪 那就不会达到效果 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 环境会议的形态 就开始转变 那今年的最大不一样是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就是我们用 每一个议题呢 就是透过事先举办会议的方式啊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已经办了12场 座堂会或公厅会 或者是交庭会议 也就是我们把每个议题呢 拆开来呢 好好去讨论 所以呢 我们在之前 还有包括我们也办了 北区会议跟南区会议 总共办了12场 有150多人的那个 那个环保团体的意见领袖参与 那同时呢 去年啊 历任总统啊 到了蔡总统了以后啊 总算呢 比较明确的 把环保团体的议题啊 由环保署正式列管 然后每一季呢 都召开一次的对话会议 所以去年从9月9号到 还有今年的1月31号 跟3月20号呢 已经开了三季的那个对话会议 那么去年跟总统见面 有31条的那个案子呢 有9条啊 环保团体同意解除列管 那么22条呢 继续列管 那就是说呢 今年所有的会议的结论啊 会连同去年的22条 没有那个解除列管的 我们会再持续进行下去 好 那问题就是来了 就是说那这些议题当中 虽然政府愿意跟环保团体对话 但是呢 少了国会议员 就是觉得非常的遗憾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国会议员是监督政府的嘛 有时候政府呢 跟民间团体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啊 受限于资讯的因素 受限于那个权力的不对等啊 对话虽然有进行 但是某些议题还是很难去解决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 那个四个党的委员都有带了 国民党还没还没到 那我们希望今天在座出席的委员啊 也能够呢 针对呢 我们今年后各位看到大会手册啊 你所关注的议题 可以来帮我们呢 就是说认养 那这样的话呢 除了政府跟民间对话之外呢 国会议员也透过国会议员的质询啊 能够要政府呢 能够具体来承诺这些议题 我想这是我们今年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那个 我们今天举办方式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全部都用直播 所以呢 网友如果说 今天你有任何的想法 就透过留言的方式啊 来跟大家来讨论 我想 那个这次的那个疫情呢 也就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人类呢 环境问题是人类所造成的 那么要解决环境问题 可能就是必须要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我们环保团体呢 都是环境预警师 都是那个整个社会的黑乌鸦 像我们今年两位得主 徐世龙教授跟张峰莲医生啊 都是长期呢被抹黑的 然后呢在街头抗争 可是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真正社会的良知 那今天他们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们的想法 所以我们很开心 总算能够如期来举办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即将在迈入二十届的时候呢 我们环境会议能够办得更好 不但环境办得更好 我们台湾的环境也会更好 世界更美好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这一次2020全国人全国环境会合办的团体 有台湾公民参与协会 台湾再生人员推动联盟 环境资讯协会 荒野保护协会 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 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 公民监督国业联盟 台湾环境保护联盟 桃园在地联盟 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 台湾动物保护行政监督联盟 还有中华民国野鸟协会 还有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 刚刚提到的还有许多协助的这些团体 事实上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许多来宾 那我想我们就把握时间 我就直接介绍人 直接出来做演讲 来做这个分享 来帮我们致辞 我想这样的时间 可能我们稍微可以把握一下 那首先 我们先就感谢四个政党都有代表来 我们是不是就用女士优先 首先我们邀请我们的民众党 我们的这个蔡壁如 我们蔡伟源 我们谢谢她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先请我们 现在我们来帮我们致辞 这么有荣幸 第一个来致辞 是 因为各位推动环境前的前辈 大家下午好 大家午安 各位前辈对我来讲都是我非常崇拜的 因为常年在推动环境的一个议题上面 其实这个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个人是一个把环保落实在生活里头的 大家应该知道我上班是 我是BMW族的 我就是那个骑脚踏车骑U-bike 然后我就是坐捷运 我就是走路来的 所以呢 我大概就是很例行 推公共绿色运输的人这样子 那我跟着柯市长到台北市政府之后 我们第一任 我们也开始推一些就是一些环保的一些餐具 避免用一些一次性的吉利美奈米的一些餐具 那推下来四年呢 我们事实上有很大的成绩 那今年呢 大概就会推到一些公有市场上面去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有在推的 那甚至台北市政府呢 大概就从两年前开始推4U 4U就是共享交通的经济 就是U-bike U-bike 然后U-car U-moto U-parking 就是U 就是一个共享交通经济的一个概念 那我到了立法院来之后呢 其实我看到那个成交法的老师 因为我看他在环保上面的一个推动 那大概我们也共同有一些跨党派的推动 像我们总共推动的这个 才刚挡下那个国土的国土法的休恶 那今天呢 我刚刚才从那个立法院的那个议长来 因为今天那个公共卫生司法 终于20年后立法成功了 这个也是跨党派的一个合作 那接下来呢 大概我个人的提案里头 大概跟环保有关的 就环境信托 还有呢 我大概就是会非常的去推崇 因为在未完里头的一些碳税 跟碳税有关的 不管是碳税 还是环保署要推的碳费 这个都是我会去支持的 不是说因为他是执政党他在推 我就要反对 而是说这个是好的议题 这个是对我们的环保是有功 对我们未来的子子孙孙 他就是一个正向的 那我就会去支持他 那这个大概是我目前在立法院在推的 那相对的就是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啦 就是开始大概就是执政党的一个能源的政策 讲到能源政策 基本上能源政策如果没有变的话 事实上2025年的我们的那个核三厂 还是要如期关掉嘛 那执政党基本上他对核能政策 大概就是一直挑战在2025的灰核家园上面 但是讲到能源政策 我们的绿能的政策基本上要跟核能政策 应该要能源政策要跟我们的经济政策 要来一起来做讨论 所以能源政策我们要转型为绿能政策 这件事情刚好这次的武汉肺炎疫情之后 后疫情时代我们的经济转型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要把能源政策跟经济转型这件事情 要一起来做思考 所以我昨天也是在经济委员会里头 对那个签安计划我非常的有意见 因为其实我们今年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疫情在 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来思考 什么叫做前瞻基础建设 后疫情时代整个国家的一些产业经济可能会改变 那这些跟绿能有相关的跟能源相关的跟经济相关的 大家都知道说我要滴污染滴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真正后疫情的时候 有没有好好的坐下来去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学习的 然后不要讲太多 因为是我看到今天都是一些环保的前辈 所以我今天大概应该是抱了很谦虚的心情来跟大家学习 那也在立法院的这段时间呢 如果你们对环保的议题或者是一些能源的议题 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 也是希望能够都跟我联络 让我可以变成你们跟政府 或者是跟你们团体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太毕罗委员 非常重要 我们真的需要更多这个关心环境的委员一起来帮忙 接下来我们就是邀请到我们时代力量的陈教华委员 大家帮我们证实 谢谢 天气热的戴口罩的时候真的有点很难讲话 感谢大家长期大家座会一起来打拼环保 那进到立法院也超过一百天 这一百天就是一直在学习 然后也一直有跟环保团体的朋友 一起有议题的一些合作 那请大家不要客气或需要我做什么 就跟彬亨啊跟我讲都可以 那未来 未来我觉得我刚刚跟陈翰说 也跟那个蒋伟员说 跟蔡伟员说 环境资源部 因为我自己长期关心水资源 还有现在就是废弃物问题很严重 那如果环境资源部能够在这个会期推动 未来的废弃物处理或者是农地的管理啊 水源区的管理都会更有效率的一些组织的 一些人力的整合分工 我觉得是很有效的 那昨天那个前瞻计划 刚刚蔡伟员提到 我提了两个附带决议可是都没过 那要拜托申汉帮忙 一个就是要开行政听证会 行政听证会 就是整个前瞻的轨道建设很多 这些开发都没有举办行政听证 那昨天我就说那个科市长的设置导 虽然办的不是很好 听证会可不可以再重办一次啊 设置导 所以说就是要办听证会 要办听证会 然后废弃物处理 就是很多农地都要做工业区 就是要做政策环品 这个真的是需要社长派大家一起努力 来督促政府啊 我觉得这个民进党 这个会被骂这个民智党是不是 就是整个大家会 希望就是整个绿色思维 这个就是越来越褪色啦 所以希望在这个基本的应该做的地方 就是把它做好 那在绿能方面 蔡医师也一直跟我提醒建筑节能 那还有更多的议题 我在立法院就是未来这几年也希望大家来指导我 来大家一起合作 共同来为环境打拼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 国民党的委员 我们蒋万安委员 我们欢迎蒋委员 这个场合我不陌生 因为过去我也都有参与我们全国恩丘 这个环保大会 那几次参与下来 我学习到很多 那上一届 在立法院这四年八个会期 我都在未环委员会 所以当时也很谢谢各位前辈有提供很多的建议 那时候曼里委员也在 所以在几次比较重大的环保案件里面 不管是生肖电厂检硕的问题 包括藻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我跟陈娇浩老师也开过记者会 还有包括等等环平法的修法 很多也有来很多先进给我一些建议 在立法院 我们未环委员会 几次 不管透过质询 透过提案 公听会等等 很清楚的表达 我们环保团体的意见跟主张 那事实上在去年2019年 英国牛津词典 它的年度代表词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气候紧急状态 climate emergency 其实就跟今天的主题 是相扣 那去年大家也许印象很深刻 瑞典有个16岁的少女 她站在世代正义的角度 发起为气候罢课 她的演讲也撼弄人心 所以她也获选 2019年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 那在2020年 今年的CCPI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 绩效指标 事实上 许多国家 还在减碳排碳 都有达到下降 总共有31个国家 有这样的成绩 那我们反观台湾 非常的惊讶 我们反而倒退了三名 而且是来到倒数第三名 第59名 所以这在在显示 事实上我们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2015年通过的温管法 事实上 当时定的目标是 2050年要比2005年减50% 那2020年的第一期目标 是要减2% 我在上一次环保署 南地法院质询的时候 备询的时候 我就问 到底今年有没有办法达标 环保署说 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 但是我想讲的是 事实上 在4月8号 一样在委员会质询的时候 我再一次提出来 文化法通过 政府其实有规分别 有六大部门 要进行相关的 减碳的政策推动 但是每一次我们要调资料等等 都要去各个部会去调 没办法汇诊 所以我就要求 环保署 你要将相关的数据 减排的这些成效 上网公告 所以后来 终于在5月13号 环保署 它成立了一个 气候公民的对话平台 所以 能够将相关的成效 上网公开以外 同时也让民众可以监督 而且可以透过平台 发表意见 那我想这个 到未来 也是有很多 可以来做的 那我想 最后其实也很希望 藉由今天这样的一个会议 这么多的团体代表先进 聚在一起 我想我们大家 共同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 给行政部门 作为参考 我想 未来 包括 温管法 可能要修法 怎么样能够 呼应现在世界 各国际组织 不管是INF 或是OECD 再三的重申 碳排放 还有碳定价制度的建立 等等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 我想这些都可以 让行政部门好好的思考 好好的藉由修法 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纳入 所以我也高兴今天有 各党团都有代表来 我想我们 就这个议题 环保议题 是没有分颜色 也没有政治争议性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也希望 我们所有的先进前辈 有任何意见 都可以跟我反映 我会把大家的意见 想法 尽量的带到我们党团 尽量去说服大家 大家一起 朝这个环保的方向来努力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总安委员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的部分率委员 我们洪森汉委员 我们欢迎洪委员 各位前辈大家好 其实之前参加蛮多次 这个NGO环境的会议 然后今天当然有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身份 然后来到这边 那今天我刚才 之前我就知道说 今年第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其实是关于气候危机 包括等一下周桂田老师 也会针对这部分 来做一个很大的份 我必须跟大家说 今年其实会是 我认为会是 台湾接下来气候政策 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年 有几件事情都会在今年发生 第一个事情是 今年会来做 2021年到2025年 这个第二阶段的 温室气体管制的相关的行动计划 会在今年订定 所以接下来会有 包括部门计划 第二阶段的部门计划 都会在 也许在未来这几个月的时间 来做讨论 那 黄保署目前公布的 那个 那个 气候的讨论的平台 在前几天 那 我觉得也欢迎大家 上到这个网站上面 来表达相关的意见 因为这个之前 我们当时跟黄保署 讨论了很多次 怎么把这个资讯的公开 甚至让大家的意见表达 而且重点是不是 意见表达 是意见表达以后 要被处理 大家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吗 很多时候是 你意见表达了以后 可是他就把它在旁边 其实也没办法 所以其实召开了很多智慧 重点是 这个后半段的部分 要怎么来处理 当然我觉得能够 怎么样推进 我们尽量来推进 可是我说 今年就今年的状况来说 我觉得有几件 会是非常重要的大事 第一个是 第二阶段的 温知器管制目标的行动计划 要再进行订立 所以每个部会 刚才讲的六大部门 每个部会都有他认典的部分 我觉得 要用想法 各种方式 跟各个部会的行政人员 来进行 用我的话叫做蝉斗 这都不是只是提出一个诉求 他就会听的事情 你要不断跟他纠缠掉耐心 要不断跟他蝉斗 你要花很多很多的力气 在这上面 来要求他 并且要找到对的方式 他可能 才会来接受 我觉得这是我们 可能要有心理的准备 所以我也请大家 其实保留一些力气 再处理今年的气候议题 这是其一 第二个事情 是讲到温管法的修法 那温管法的修法 是 这几年我们大家发现 台湾的气候政策 坦白说 我自己也可以很公开的说 我认为民进党 在能源转型上 是有做到一些前进的 在能源转型上 在再生轮推动上面 是有的 包括飞和家园 包括接下来的减煤 可能陆陆续续 这个减煤的执行会开始 但是我确实觉得 在气候的议题上面 是做得很不足够的 这事情我也在 跟顾管跟府 跟院 在党团里面 我们也都谈这个事情 就是说 这是很不足够的 所以针对温管法的修法 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个温管法 当初2015年通过的时候 后来发现 当时通过的这个 马正宏 当时通过这个版本里面 有很多政策工具 其实不足够 或政策工具 当时有问题 所以我自己期待 这次温管法 要进行一次 比较大的修正 所以我们现在也开始 启动温管法的修法小组 所以希望能够 把各个气候治理 所需要的东西 尽量的给纳进来 从组织面 到政策工具 到调试 到公民参与的部分 甚至到碳 刚刚讲的碳定价的部分 甚至现在在金融业的 碳工品揭露 怎样把它给放到里面来 我觉得接下来 会是一个非常热的揍 也是在今年会发生 它目前应该是预定 在下半年的时候 会有所谓 行政部门的版本提出来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 也开始在准备一个 民间的版本 也跟很多 关心气候的环保团体 一起来准备这个版本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也会需要大家尽力的大力的 来支持 这是第二个事情 再来一个是 刚刚可都会讲到的前瞻 前瞻在过去两天的时间里面提出 那我们也提出说 我觉得接下来的前瞻 应该要用绿色振兴的方式 就是思考来规划新的前瞻的预算 这里面可能包括几个事情 让我们第一阶段 没有考虑进去的 比方说 我想了解能源转型的朋友 都很清楚 除能阶段还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很多的能源效率跟节能 其实并没有放进来 当时能源效率跟节能 为什么没有放进来 因为它说 这不是基础建设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 透过一个基础建设的方式 或者是把它用弓箭的方式 把节能的部分可以放进来 这很关键 再讨论到绿色运输很重要 电动车的部分 对不对 那电动车的部分 我们怎么在前瞻里面 假如放入到像充电桩 各个地方充电桩的规划 这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再来 现在在谈能源转型 在谈汽油政策 一个很重要的新的概念 是公正转型 我们要怎么让我们很多的就业人口 从过去可能比较高排碳的 产业结构里面 移动到比较低碳的产业结构里面 这可能会需要 老委会在人才培育的部分 来进行 功能转型 也是现在非常关键的事情 所以这几个部分 都会是我们接下来 希望来 潜在基础计算的时候 在各部会编列的工作里面 在一开始就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跟同事 我们现在在规划的事情是 我们接下来 一个一个拜访各部会的部长 好好跟部长讲 我希望你要摆入哪一些 是符合气候政策 符合绿色政经概念的具体的规划 所以我刚才说 这几个下来 第一个 关于今年的 接下来五年的 第二阶段 温氏基地管制目标的行动计划 第二个 温管法的修法 第三个 前瞻 不要只是盲目的开发 你要把绿色政信的概念放进去 第四个 我想关心很多能源的朋友很重视的 就是关于 绿能的大户条款 绿能用电的大户条款 这绿能大户用电条款之前提出来 让很多环保团体 关心再生的人的人觉得很失望 让这些工业大户不够承担足够的责任 接下来我们也再跟进一步来讨论说 怎么让这些大户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重点是承担的责任 要有助于帮助绿能的交易市场 因为绿能的交易市场 会是接下来再生的人发展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济的诱营 不是只是过去靠转购而已 这个转轨的过程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那我们怎么透过大户来承担更多的需求 跟责任跟提供资金 来协助这个部分的转轨 不会让我们再回到要拥抱核电的那个状况去 更多分散的 更多能够绿能交易的 更多人受益的 更多人参与的绿能市场 我觉得是大家会希望的事情 但我们确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这几个事情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是 我的想法是 会是一个提主的来做 所以在这个提主里面 来面对刚刚在讲的 不管是气候危机也好 不管是经济转型也好 在这边可能是综合性的 不一定是一个法律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它可能是一个set 我们在各个部分能够做到以后 我很想喊出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就是说 现在大家一直在想产业转型 可是真正要做到产业转型 我们是需要一套好的气候法治 气候法治不是来阻碍我们的经济的 气候法治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促进 经济或产业转型的 我们这么多年经济跟产业转型 一直转不过去 很有可能 其实就是缺乏一套好的 气候法治 气候治理的原则 这是我觉得很想提出来的概念 也呼应今天的这个主题 那一样我觉得 当然我现在是在院的委员 我自己觉得很清楚我自己的角色 这个角色就是 我们怎么样尽最大的可能 让很多拼命或者是努力很久的 环境的主张 能够有多一些的前进 多一些的突破 我真是很清楚 所以这里面会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分工的概念 我再进去 在这段这几个月的时间 我非常非常清楚意识到 環保团体为什么重要 重要在什么地方 他在哪些部分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从国会的角度 看出去 以前从外面看进来 现在从看出去 也发现環保团 为什么重要 这个定位跟定谋的角色 非常清楚踩在这个地方 也让很多在这里面 政治协商的部分 开始有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分工的关系 当然很多东西 会落到每一个不同的议题 来细节我们再来讨论 再来谈 但是旧气候 旧能源转型 或者旧绿色经验部分 是我们办公室最重要的工作跟人物 所以今天我们找了三个同事一起来 这些都是负责这个工作的部分 那也许我们接下来 今天的会议以后 我们请大家尽量留在现场 也听大家的这个讨论 那留在现场 我们来规划跟归纳 哪些部分是有操作性的 那我们就来往下执行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我们生 我们今天有许多的贵逼 首先是我们前立法委员 就是我们产命当地委员 我们待会请他帮我们致职 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讲者 我们周桂田教授 是我们台大古巴所的教授 也是我们台大的风险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心 总计划的一个负责人 那另外有 我们其实今年应该有三位的终身成就奖 有一位在东部奋斗方简这个老师 另外我们张峰年医师 还有我们徐世宏老师 我们待会就请承办理委员 这个致辞完之后 我们就先让我们的委员 我们大家一起拍个合照之后 那我们就继续在底下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承办理委员 来帮我们致辞 各位環保团体的伙伴 还有其他的伙伴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很高兴 我从2004年跟民间团体 就是我们的台湾NGO 一起来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每年都召开NGO环境会议 那当然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每次也会看到 有很多的人都是积极的讨论 甚至有些人还会认为是说 不能够只在台北讨论 应该到我们台湾各角落去讨论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子的公民的声音 是不断的会者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大会里面 做最后的一个确认 那我过去四年有幸进入道立法院 那当然就是一棒船一棒 所以我在我自己的那一棒里面 我也很高兴 就是说在环境的议题上面 有跟很多的环保团体 然后也跟工部门 然后打起这样的平台 那我看到了就是说 我们其实环境的问题 其实它是不断的在衍生的 因为每个人都会看到 我们的环境议题 有些议题已经改好了 改好了可能大家 就会把它束缚高格 因为那个东西不用再讨论了 但是有些问题好像会 感觉上是越来越严重 那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七年了 还是再继续讨论 所以我想说这个都是我们会看到 环境议题它其实是不断的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然后台湾也很棒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民众 越来越关心环境议题 因为每个人都会发现是说 为什么今天空气会灰蒙蒙的 为什么我们的水不够 为什么我们的水污染 没有处定好等等 空水被毒这个部分 甚至气候变迁 所以我想说这个都是大家关心 所以我们很多的民意代表在这个地方 很多部分也不断的被提醒 甚至我们的政策也会在这一方面 再做调整 可是可能调整的幅度 还不能够一向满足到大家 所以大家还可以再继续的加油 让我们再把这些事情做好 那我想说这个环境是我们大家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环境存给我们的 子子孙孙永续发展 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不同的世代 大家一起来 因为环境这个也是代代相传的 谢谢大家 希望他今天大会成功 谢谢 好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办理委员 也一直是我们那个环保界的这个好朋友 我们在接下来 请周庚前教授为我们演讲之前 今天其实是非常难得 就是世界地球日五十周年 然后今天又那么难得的 有这个四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党派的委员 我们一起齐聚 为了这个我们的气候 全国气候危机跟台湾的这个行动 一起来努力 所以我们是不是请几位这个贵宾 我们就一起来前面 还有我们的主办单位 一起来前面 我们造个大合照 也见证了这个历史的一刻 我们一起要为这个行动一起负责 所以请大家到前面 还有我们的贵宾 还有这个周庚前教授的得主的老师们 还有周老师 好 麻烦前面摄影的看一下 那个周庚你看一下是不是够平衡 我们的主办单位都来前面 大家一起去促成了这个难得的五十周年 我来练一个全球气候危机各位练台湾立即情痛 我来练一个全球气候危机各位练台湾立即情痛 好 全球气候危机 台湾立即情痛 全球气候危机 台湾立即情痛 全球气候危机 台湾立即情痛 好 谢谢各位 好 非常感谢各位 也请大家就先回座 好 请大家先回座 我们接下来就会 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我们今天非常 荣幸能够邀请到 台大国发所的 以及台大风险社会中情走进化的主持人 周贵铁人教授 也一直是我们在能源转型路上很重要的好朋友 那周教授今天要以聚变台湾 启动长期能源转型为期 来进行今天我们的专题演讲 请大家掌声欢迎 好 谢谢卢品会长 在场各位前辈 各位先进 我们礼拜三 早上还在这边召开 这个气候跟能源的这个 一个民调的一个计算会 那我有新的泡口 放一下 放一下 好 我准备了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不用powerpoint 一个版本是powerpoint 那因为这个speech的时间很短 所以我大概就挑一个重点来讲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 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们今天还是零确诊 就是说在武汉肺炎 就COVID-19这个地方 我们台湾其实是可以朝鲜部署 那其实我们台湾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为什么我们在气候的政策 跟相关的这个能源的政策 尤其是气候政策 我们在全球是墨碳方 我们有没有机会去翻转这个角色 台湾在全球公民的角色 所以我大概要讲几个重点 那因为powerpoint的一百多张 我刚刚在删了 那但是我还是先讲几个开场 就是说其实如果各位来看 第一个重点就是在谈COVID-19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跨界 跨越疆界 然后跨越领域 然后跨越全球 然后甚至会跨越到 伦理经济社会的一个议题 这样一个冲击 各位可以看 它把一个本来是well established的 国家的政治体系 整个严重破坏掉 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英国 现在瑞典年产美国 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其实帮我们展演了气候灾难的一个发展 气候的灾难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近20年来 无论台湾本土 或是全球 我们就不要讲了 包括去年日本击背台风 前年的燕子台风 关系想成当 2017年的菲律宾的海燕台风 然后2017年 美国的Sandy 之前的Katrina 其实这个严重破坏度非常高 然后到今年初 澳洲还在烧 也有还在烧 加州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 COVID-19 其实它展演了整个快速 跨越全球化跨界 我常常讲 跨越全球化工钱的一个威胁 非常快速 它跨越了原本的疫病的领域 然后冲击到经济社会 伦理 那气候变先其实也会这样子 现在我在跟国际商人 engage 的时候 国际商人讲说 这是一个New Normal 那我认为它不会只是New Normal 我认为它是一个破坏性的新常态 那这个破坏性的新常态 会把我们原来整治好的这个治理体系破坏掉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第一点可以来跟大家交流 那第二点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新常态 它不会只是短期发生的 我们看到COVID-19好像是短期 气候变定好像是长期的 没有 气候变定在这十几年来一直都持续在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预想到 每十年 每十多年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新常态 对全球产生冲锁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现在全球 包括IMM所有重大国际组织 在这个预测经济模型都不准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 所以过去 现在的挑战就是说 过去的这个经济预测 都是business as usual BAU 的模型 现在完全要改观了 所以这个对全球冲击都非常大 这样的一个很快是十多年来 就会发生的这个一个冲击 包括疫病跟气候 各位家人想想看 这一次如果当疫病 这一次是疫病加老化 在很多社会产生非常惨烈的状态 如果未来是疫病加上气候加上老化 哇 那个会更加分解 那大家通常都立刻想到 气候软化其实它就会造成更多的疫病 所以这个就会产生一个冲击 再加上老化社会 所以这几个元素连结起来 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趋势 第二就是其实台湾 我一直最近都在写这些东西 台湾其实有五个系统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 和色经济跟高碳碳的一个社会 第二个就是台湾 我们在整个能源转型 气候转型方面太慢 第三个是老化的议题 第四个是人才的议题 那这几个基本上加上和色经济 我们原来的新旧 刚刚森汉委员还提到 产业转型这个议题 现在和色经济到底要怎么走向这些 这五个系统工钱 再加上我们内部的所谓的青年贫穷 世代冲突 世代差距 还有社会公平 这些让台湾其实是面对非常大的挑战 这是第二个我要跟各位报告的 第三个就是说 在今年二月之前我们都非常庆幸说 台湾其实在过去二十年来 每年都大概只有一百亿才投资 从中美贸易大战以后牵动了 中国、台湾、美国三国之间的产业链的变动 所以我们在讲说 从去年开始 现在其实就是最新的数据 火明星在大概四天前还报告说 投资台湾新华案 在这一周可能会突破造型的投资登记 简单来讲就是 这是台湾一个脱胎犯土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它是牵动了美国、中国跟台湾的整个局势 可是这次COVID-19更惨烈 它会牵动全球要去中、反中 甚至全球的生产业大使牌 所以各位要去思考到这样的一个论点 因为这次COVID-19会直逼当初反六四全球的声浪 所以这会加速 大家当然会讲说 中国今天的GDP或是在全球GDP的贡献 或它产值的贡献 已经不是天安门事件了 所以要去中跟脱中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这个就是会形成一个新的态势 我要讲这个生产业的变动 对于台湾的冲击非常大 当台湾有更多的产业要回来投资的时候 或是我们现在在讲台商回流这个局势 到现在政府在纾困、振兴 我再来一次改革 这三面有没有做到 有没有做到纾困 纾困现在第一线要救急 振兴有没有绿色振兴的概念 有没有改革的概念 这就会牵动到更多的台商 更多的投资 更多的在台湾的回来的设厂 会有更多的可能环境或是海碳的破坏 或是增加海碳 所以这个对台湾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们中央看到现在政府在谈纾困 都在忙于发现金 纾困这个当然是很重要 第一线这个不可轻乎 但是到振兴这个地方 其实国际上包括 All Bank 包括OECD 包括欧盟 包括德国 甚至欧盟17个环境部长都签署 呼吁是说在整个律色 在整个振兴过程 绝对不要忘记欧盟整个绿色地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全球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状况 起来在发展一个新的生产链跟经济模式 那台湾如果在这一步没有跟上 我们还是用旧的核色经济 所谓五缺的模型 低水价 低电价 低劳工价格 土地价格当然很贵 那我们人才 低了 没有人才可以进来 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们其实要转换是非常困难的 我常常在讲说 如果各位去想想看 我们到2050年的时候 台湾进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 到时候台湾最需要的是新的人才进来 你在台湾目前的低薪的房地 人才是不愿意来的 他宁可去东京 他宁可去新加坡 他不愿意来台北 或到高雄 到台中 所以这是台湾整个系统风险面对的状况 所以我一直在 最近一直在维稳复义 就是说政府在这一块里边 虽然我们有所谓的投资台湾新方案 小英也提出了所谓亚洲制造2.0的概念 要把高阶制造留在台湾中低阶往南下 可是我们对这种正新跟绿色的地方 我们全部没有放心 这两天我们看到内阁改组 我觉得我们国会的同仁可以加点声音 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气候的议题 那一天我们看到小英说 付给书院长五大星的任务 完全没有气候跟他们的议题 这个表示我们在这个改革路上 当然这个就当然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 需要非常长扯的布局 可是至少要有一个规划 要有一个启动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想我大概就是说 一开头我来讲说 还有国际上这样的另外 他最后一点就是我大概提的就是说 数位转型也是全世界现在非常重视 所以数位跟永续 数位跟气候减碳 数位跟节能跟能演效率 其实应该是台湾有机会介入的 如果我们数位是很强的话 数位是很强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 因为Coming 19 AI实验室 连美国白宫都来找他们 来做一些新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我们看到还有 台湾AI人工学校 那很可惜 陈森文不幸走了 所以我也跟中研建议是说 台湾人工智慧学校 现在对产业界产生节能跟能效 这个能不能把它框出来 做一个掌握 就是说到底我们能效跟减碳 到哪些东西 我来讲的是说 台湾其实是有机会 在类似Covid-19 这个治理下 我们超前部署 我们气候跟能演的部署上面 大概能够怎么样来做变迁 好 那大概剩下15分钟左右 我一直在讲说 其实台湾 其实我们面临的气候跟能演的转型 是三个螺旋面的运动 是能演跟产业跟环境的三个螺旋面运动 那我们上面有垂直的 国际排潭的压力 至少现在Covid-21出来 到今年已经要开始去审视各国 减碳的这个集成 然后我们有社会水平的压力 垂直压力同国际 社会水平的压力 我们民众要求 越来越干净的产业跟空气 我这里还是要讲一句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在过年前 刚好是商业周刊有一个报导 我还是强化这个论点 台湾的台商现在回流 有百分之四十几%的比例 都曾经在废弃物上面 是被开放的 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继续用这样的模式生产下来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生产模式 所以社会水平的压力 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 那我们有三个螺旋链 第一个螺旋链 当然就是能源碳排 我们到底是要LNG 要Co-File 要Nucle-File 或是要Ninimum Energy 这个牵动到我们的碳排 第二个 我们台湾现在是一个双丑的状况 一个是我们有数位 有电子业 另外一个是我们有高碳排的产业 全世界的智库在谈全世界最难转型的四个产业 第一个就是石化业 台湾油 而且是非常庞大石化业 第二个就是当铁业 第三个就是水泥业 第四个是运输 所以刚好我们在高碳排跟高耗能产业 甚至高污染产业 大家就不要讲说是什么 我们工研中心在2017年有去排序出 全台湾十大温室气体的排碳的企业 其中有四大就是台数的关系企业 所以这个地方是势必要转型 那我待会再报告一下 那空污治理就不用讲了 就这三个螺旋链运动 在我们内部的政治经济的挤压里边非常强 但是有国际上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我就不要讲 就是跳过去 各位前九三 我要讲的一张鬼书 各位可以看到台湾的位置 中国排碳98亿度排全球第一 印度排碳应该是31度排碳第三名 日本12亿度排碳全球第五名 韩国排碳6.1亿度排全球第七名 台湾在1000万人口以上 我们的人均排碳大概平均是10.8吨 我们台湾是在1000万人口以上的人均排碳 占全球第八名 所以如果国际上真的把减碳当成是一个关税贸易障碍 或是当成一个经济的一个barrier 台湾绝对会受到严重重启 那我不知道政府 每一届政府遇到排碳这个事情都觉得很困 因为我们有太强的能源密集产业在这边游说 那当然这个就是欺负来讲 那我来讲台湾面对的系统风险 我们就讲快一点 我们在1980年代我们的生产模式 基本上就是今天工总一直在讲的有缺模式 各位还记得吧 工总这两天还服务说不要使用夏季电价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 我们的低水价、低电价、低油价、低的劳动 导致企业透过这种成本外部化的模式挤压了它的利益 可是这样长期下来让这样的成本外部化使得企业没有研发的动力 没有高部下价在全球挑战的动力 所以我们陷入了唯利制造模式 这也不是今天所讲的 那这样的发展模式 我们台商、低波、全世界跑跑走 这种发展模式在1980、1990年代可能还适用 台湾是人家、台湾都会记得那时候 但是问你这样的发展模式 过去的成功就是今天失败的半小时 这过去太成功了 所以大家去习以这样子 所以产业转型你没有驱动的话 那你当然会做 那我们讲说这就是合设经济跟合设的能力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我待会再讲下一张 那这个是刚好我们风险中心在去年11月12号 这个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400页的政策报告书 这个聚变台湾其中长期能源转型的报告书 各位可以上去帮我们下来 我们有400页的我们有精英版的我们有一般版民众版的 这刚好是我们这个那天记者会前 只有18号发布 我想这些数据大家都耳熟明晓 好所以我们台湾系统风险会遇到什么问题 刚刚系统风险就不要讲了 那我前几天还在那个我们还是发布了一个新闻稿 说为什么这个钱贵会烧起 因为台湾长期的松弛的风险管事跟引力风险的这个文化 各位还记得吧 即使普悠马号司机关闭了ATP 后来还是有台铁司机去关闭ATP 各位想想看 台湾人是这样子在做一个公共运行的 所以这样怎么会不会出事 这个KTV就不要讲 台湾现在面临的除了内部正式经济社会的剧业展情之外 更面临的全球是在谈一四次工业革命的改变 3D原因先进材料、自动驾驶、新能源、数位革命、物联网 这些东西都是要强调国家的品牌、国家的创新 如果我们还是一直用灾难 一直用这种低薪的系统风险 我们的国家品牌报价完全不会到 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迎应的模式 再讲一次 这种核设经济的模式是过去成功的基石 但是也是今天这个重要的造成失败的半小时 所以这样的转型会造成我们怎么样的状况 台湾的产业结构特性 长期的低毛利、低价竞争 具备弹性快速的代工模式 但是受到区域内厚进国家 各位大家当然回来 因为你的技术门槛插来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坦的是什么 第四次工业革命坦的就是要以人为本的 社会创新、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劳工责任 那我们现在转型瓶颈不只是说 我们科技产业面受到严禁的驱破 我们在老化、环境、健康、气候跟能源上面 我们现在都在转型、田径低效 那我非常喜欢这个Color Story 各位还是可以去翻 以色列 我2007年第一次到以色列去 到他们最南端的一个城市 他们把海水淡化做得非常好 他们透过捐低效应、捐低灌溉 把他们的农产品卖到台北来 各位各位看到吗 这个国家外境 缺乏资源可以透过科技的创新 让他们自己强壮起来 没有水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我们台湾怕什么 我们台湾过去都一如所有都可以 还造就1980年代引来的龙井 我们现在到底一个转型到底是什么 那我要讲的是这个概念 1980年代我们以这样的五缺的模型 发展了整个合色经济模式 的确让台湾上来 可是现在全球从1990年代末 在走的是所谓的低碳社会的模型 所以这是一个S曲线的走法 各位各位如果我们继续延展到2020了 现在落差已经开始出来 我们延展到2030了 这个落差会非常的大 所以全世界现在都在预估 以联合国SDG2030这个模式 全球的发展是怎么样 台湾的发展会是什么 我们要自己具体去思考 如果落差一来越大的话 这问题就会出来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回到我们今天 其实我们环境团体朋友 最关心的议题 过去我甚至觉得台湾现在 非常多的决策者 还是把气候议题视为是环境议题 No 气候议题已经变成是气候经济议题 那这个我想这个在场几位 国内的同仁 国内的委员应该非常清楚 现在在谈环境 不会只有环境问题 它会跟整个经济相牵在一起 所以各位要来看气候边界对台湾的冲击影响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可能还需要再update 这是去年11月底的数据 全球已经有这么多的国家 这么多的城市 提这个沉默2050的时候 要所谓的净零排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各位想想看 那我们根据温管法 我们在2015年 在巴黎协定COP21之前 我们也对環保署也对全世界宣示 我们在2030年 我们的排碳要回到2005年的基准 再减碳20% 2015年我们大概排碳是2.61吨左右 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应该要在2025年的时候 我们要降低10% 今年要降低2% 本来環保署很难堪 今年可能降低2%降不下来 现在COP19让全世界平均 所以我们今天環保署不用特别作为 今年已经降低2%了 各位想想看 2008年 这个也是全球的经济大海啸 对不对 那时候这个马总统就很高兴 你让我的这个气候政策多成功 我立刻降下 No 那不是你的成功 是因为全球大消掉 现在全世界在怕 回去就立刻反弹 那这个对台湾挑战非常大 2030年 我们要排碳回到2005年的基准 再减20% 2050年 我们要以2005年的基准 再减碳百分之 当然是20 减碳百分之五十 各位 全世界都不是这样看的 2050年是要接近零碳或碳中和 所以那时候整个经济社会是会大改组 我们存几年 2030年存十年 2050年存三十年很快 尤其就是台湾在整个老化的状态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变动 大家都知道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我去年十月的时候去韩国 还跟韩国的学者在开玩笑说 我们台湾都在竞争 对不对 所以过去跟台湾 我们去回到自己的国家 跟我们的政府跟产业讲说 你们要减碳啊 都没人要听 现在你只要跟我们的企业讲说 人家韩国都在拼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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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如果没有做 你就是被简单 他们也是用同样的逻辑来讲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笑话 全世界有这么多 尤其台湾是生产中间产的国家 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 没有加速我们的绿能的建设 事实上一定会被抽单 像这次Community 因为整个局势的变迁 跟过去的整个政治机器生产模式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全世界加入整个碳街肉的 一些产业的一个数据 我讲一个最具体的就是 去年九月在桃园 有一个企业 我就讲的嘛 葡萄糖 他们要打亚洲杯 这个外资法人立刻站起来说 请问你们有没有加入CTP 没有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全世界在走的事情 所以台湾现在如果要打亚洲杯 我们不可能只打台湾杯 要打亚洲杯 要打全球杯 不进入国际的这样游戏的game跟机制 我们是没有前景 这个跟国内政策非常有关系 那乌斯巴公帝来 他以前是国防部长 德国的国防部长 他对中国还蛮强硬的 他在去年12月1号上任的时候 他就宣誓了三个东西 要加速2050年欧盟的碳中和 2030年的温氏气息简单没办 也要加速 尤其他现在要所谓的边境关税 这对台湾冲击一定没办法 我在2005年的时候 我有一个我们国法所的专班 有一个BankQ的处长来上我的课 他说老师你们 你们的公伙的公团快 你们都说到什么 你都不用怕 我们BankQ一定走比政府快 不然我们的产品进不了欧门 我们用这个逻辑来想想看 台湾如果还这么活系的 这么缓慢的气候政策 我觉得规期就在这里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看 台湾是在这个 所以回到这个模式 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是用 决策者还是用这种 核色经济的思维 再处理温管法 温管法今年不是要修吗 对不对 用武器的概念 用核电争议 用低物价价值来跟KP 这边低碳市场高物价价值 跟社会共产 我们落差的确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我一直在讲说 我从去年一直都在讲说 其实台湾真的内部不要再辩论核电的议题 没有意思 核电就是一个共识 那你要怎么样整整整整整是一个步骤而已 全世界在碳的不是核电 全世界在碳的是低碳再生能源 新能源就是这个曲式 我想这个是我们儒品会长一直在强调的 所以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 时间关系我就跳过去 如果我们还用这样的五缺模式 继续享受环境成本外部化 低薪享受这样的低价能源 低能源效益 严重缺乏国际二氧化碳减碳标定 只将减碳视为阻碍经济的议题 无反法律题我们绝对是没有行为 那我们知道我们政府到底准备好了 这个其实我们就不要讲 前年底各位这边已经有很多参与的能源转型白皮书草案 其实已经结束了 行政院到今天还没有公布 已经一年多了 已经老旧的东西一年多了 更不要讲说我们在排碳跟 这是两个case分析 我们在排碳的减缓 还有调试 我们的集成都严重的落魄 今天环保署 环管处 他有意愿 环保署有意愿来修温管法 我们要问一句话就是说 环保署要修温管法 他的这个尚未层体到哪一个地方 我觉得很多东西不是环保署敢做决定 我待会会有一些分析 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 整个来制造的话 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这样的模式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值得大家挑战 这个是经济日报去年的一个十月的社论 就是在刚刚分析台商回想那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脱胎换骨 他用中国的术语 叫中国换骨 我是 我那一篇把它删掉了 我是同时写了一篇就是说 台湾的AIOT跟气候 其实是可以跳双人褲的 因为全世界就是除了重视数位 台湾没想到重视数位 它是中国科技治理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台湾另外还是要浪 排碳跟数位这个东西点减 全世界都在这样谈 这个一个重要的国际的组织 叫做The World in 2050 他们在2019年也发布了一个重要报告 就是数位跟这个Sactivity 永续这两个要开始对话 这如何能源效率 这个节能减碳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大概剩下一分钟 我稍微讲 我们风险中心的主张 我们认为说 这个无论文管要不要修法 都不是一个部会的层型 因为各位知道 气候排碳是非常怕部位的层型 你没有一个一条龙很强的这个机制的话 事实上是执行不下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消息是 環保署一直希望在这个文管法里边去修正 去克責在法律上规定 台湾文管法里边各部会减碳的责任 否则他们绝对都叫不动 那我要讲的是说 行政院应该要成立一个气候形容的一个 我们台湾是认为科技制服非常成功 有科技汇报 我们在学界都会非常清楚 有科技汇报 科技汇报执行很强力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成立一个气候汇报 行政院长来领军 有一个政委来督导 然后呢 我们甚至认为是说 总统府应该仿效年金改革 在整个修法之前 我们主张的是修定一个更商量的气候变迁法 修法之前应该有一个气候行动委员 然后来讨论跟论述 跟拉出社会的学习曲线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气候行动委员的改革 然后召开气候供应会议 为什么要修定气候变迁法 我举两个国家为例子 英国在2008年修订气候变迁法 他们在2013年根据气候变迁法 实施了所谓的能源税 但是他们在2009年进入欧盟的整个 所谓的碳交易的体制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张 英国在2012年到2019年 这是他们的核能大概维持 他们的煤矿 2012年43%到2019年变成3%左右 再生年从3.9%过程到20% 所以台湾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他们的天然气从26%到40% 这个路径各位觉得很熟悉 跟台湾的现在喊出了50 因为公投之后 反正在50 30 20这样 50 27 20 这个模式是这样 那我们要思考当然是 2025之后呢 2030怎么办 所以这个模式让我们回来看到前一张 就是英国其实背后有一个法律的支撑系统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像我跟徐老师 我们可能会被请到行政院哪一个部会里边 我们去做专家试询委员 做一个重大政策的审议 审议 审议完了这个政策就close掉了 不择我择都不知道 对吧 这种事没有一个长期的 而且独立的科学评估 所以英国 全世界现在都认为公认非常成功了 英国根据气候变迁法 再给我一分钟 英国根据气候变迁法 他们成立一个独立的气候变迁委员会 简单来讲你行政部门所有的气候政策的作为 你都必须要送到我这个独立监督委员会来审议 审议完再做修正 然后送到国会 让国会根据各种意见来监督 各位可以看 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 有一个国会的监督这个系统 让这个是很Lobest 很强健的 这是我们应该来推的 德国同时 那他这个气候变迁委员会底下 他还有一个Committee叫做气候调试 气候调试也非常重要 也有一个刺激的气候调试委员会 德国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的行政权 事实上是非常大的 那有人在绩效说 台湾的国会 这个国会 立法院根本不是立法院 这叫做执行宴 当然 那这就是我们 长期都是因为我们立法权 尤其我们在威权国家转型过程 里面产生非常大的 所以回到这一章 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主张 如果要做政策设计的话 或是修法的话 我认为修改文化法是不够的 而且要修改文化法里面 涉及到税费的问题 那今天环保署想说要走探费 他应该走多久 那我们另外一个了解是说 如果根据能源转型白皮书草案 财政部应该要在今年提出能源税草案 那好像苏部长到现在都没什么动机 也没跟环保署协调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我要讲就是说 没有一个上位的总统或是行政院长下令说 这个是一件事 很重要的事情要交败的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过去 那维基就在谈 好 那这个 就请各位就教一下 我们在去年 就有做了一个政策报告书 那这政策报告书 我们也是根据德国的气候变监委员 在2011年 他们释出了一个很重要报告 包括他们国会演来 我们都在跟他们谈这件事情 Word in Transition Social Country for Sustainability 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在2011年就去评估到2031年的时候 德国的气候能源都市土地运输是要怎么走法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各位最近有看到一篇社论 两天前 许舒嬅委员做书面咨询 跟科技部前瞻师要了一份报告 就是说科技部有没有在做前瞻研究 德国这一次在全世界COVID-19 为什么会是第一名 是因为他们在2012年做了两个前瞻报告 一个就是气候灾难的前瞻报告 另外一个就是疫病传染前瞻报告 那个疫病传染前瞻报告 跟今天整个COVID-19发起的整个过程非常地像 所以他们根据这个报告 他们开始在眼里要加强所谓的得理病床 护压病床 还有这个呼吸器 就是德国今天会打身上的地方 大家都一样看过德国人打这个世界足球派的赛 像机器人一样 这是我们的成功的地方 我们要去学习 那我们前天就被问说 我们台湾有没有做前瞻研究 那大家就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我也希望 这边都有委员在 我认为台湾面对COVID-19 面对气候变迁这些问题 真的要顾督出我们行政部门 除了要有坚实政策 背后要有很坚实的这个研究报告 来支撑然后往下推 大概是我今天跟各位做的一个报告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周惠康教授给我们 从打开我们从台湾的这个视野来看 我们这个 如何从这个褐色经济 要走到这个低碳经济的可能的路径 那最后还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为我们这个大会的这个主题 就因应这个国际的气候变迁 台湾的行动 订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脚 包括希望在这个修这个气候变迁法 然后从这个总工府层级 就开始去订这个气候推动委员会 到这个气候内阁 一直到这个气候公民会议 其实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全狗恩教会议 尤其是在今年是全球地球日50周年的时候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们礼拜一的时候 也即将会讨论到未来我们的一些的决议 跟讨论要提给这个总统的建议的时候 这个也会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出的议题 因为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座的这个立法委员们 也一起来支持这件事情 好那我接下来就把我的主持帮交给你 谢谢 非你主持就这么忙 开完一个记者会忙再赶过来 对不起大家 那因为我们在喊这个傅昆琪 应该要自己付政治人请求 因为台湾的法律很怪 一般我刚讲这个跟我们也有关 就是台湾的法律真的有很多问题 也是我们公共盟来这边觉得很多修法要解决 我们如果乡镇市长民意代表 就是所谓的县市议员 他如果在任内犯罪就是解职 但我们的立委犯罪不用解职 所以傅昆琪入狱两年十个月 他还是立委 他还可以质询 还可以提书面质询 这是一个 他常常说捐出去了 但捐出去了 不是了不起 因为重点是 他一个月还有四十万的助理聘用费 跟八万块的加班费 一年将近一千万 他已经在于中 那谁负责在这件钱的使用的增性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问题 这个大概都我们大家一起要努力 所以我们有会整了一个 接下来台湾十大环境的议题 里面就真的跟许多修法有关系 我们请到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的 我们前理事长 梁氏会 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团体 针对这有关 我们十大环境议题的部分 来做一下说明 大家好 我告诉您说我要用台语去说 我是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的因素会 离空离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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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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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二氧化碳 就是希望我們的動物的保護 可以無論是受情的憲法 或是情緒 應該是要說情緒 可以抗議在未來的憲法裡面 第五就是冰林肥 應該是絕種的物種 這些物種包括動物和食物 植物 服用的問題 就是現在我們知道政府的國土教委 怕想要大陸改變農地和散佛地 就是要訪問農地和散佛地 這對國土來講也是很無好的事情 這就是一些維修的工廠 蓋在農地的管理問題 剛才那個副委員有說 他要使用環境信徒制度 就是這個環境信徒制度的推動 相當的困難 未來希望副委員可以努力 第五就是工廠立領 搶家用電台 使用財政另外的問題 第五就是火器物 就是本身都四個黑白的流傳 所以我就透枕管理 主書烏冷農電 這十關的議題是今年的環境議題 是 感謝我們政府立府議員 很辛苦 今天這個中間休息一下 放輕鬆一點 因為我們台語是當然很重要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差 日本有一個對外來語 做翻譯的這個單位 所以我們有這組的專有的名字 來跟我們台灣不知道要怎麼翻 我在電台主持的時候 有人問一個問題 一個說長頸路台語要怎麼說 對 對 對 沒有這個 有一個故事 他說 有一個孫子去問他 阿嬤 他阿嬤沒人說 阿嬤 他看這叫什麼動物 阿嬤說 我知道 孫子很開心 他說阿嬤這怎麼念 他說這叫做長頸路 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人換這個名字 就是沒有 所以大家要加油 有人說記頸路 但是日本語在延續 真的台灣到底是什麼 那不知道 所以要繼續拍片 接下來我們就邀請到我們 在這次 我們這一年 我們得到我們終身成就獎 我們有三位 方潔這個老師 他是用影片 那我們就先由我們現場的 這個我們兩位老師 先來做分享 來發表一下感言 那首先我們是不是請我們 張楓寧醫師 我們歡迎我們張醫師 謝謝各位 那事實上這個時間有限 今天早上我參加 就叫做大安大甲西水之人聯絡 應用環評 好奇環評 那麼這個案子 那麼我長期注意這些問題 讓我很深的感受 但是我不是一個學界的 所以這個剛剛講到那一部 確實是很厲害的 我沒有辦法難問 但是我是從實際看問題 那麼我看問題 大概都是逆向的思考 跟學界的跟官方法講 不一樣 從這個地方看 那麼我們從下面看的話 很多問題是很清楚的 但是在學界或是官方裡面 就此不清 那麼這次問題是嚴重的 那我想我簡單講一個 要解決這些問題 要有一個 從上下定一個 經濟開發的上限 一定要有 那麼這個全世界大概都沒有 還有怎麼樣去落實呢 那就要全方位的總量管制 那麼這些全方位的總量管制 我把它分成三方面 那麼這個三方面 剛剛試會講其實是一樣的 我把它簡化成三個 那麼第一個就是國土的規劃 第二個是水電容許開發的量 就是能夠承擔的量 我們自己有多少水電 那麼第三個就是這些工業開發 一定製造很多污染 那麼這個污染也要一個總量管制 那麼污染包括水土空氣 或是噪音這些 都要涵蓋在內 那麼這些東西三大面向 有任何一項超過一個上限 哪一項我們要定個上限 任何一項超過的話 就不行 那怎麼辦呢 就是你這一項不只超過了 可過在這方面裡面 有沒有辦法把它再縮減一下 那就是說我們用什麼方法 什麼剛剛講的利能什麼這些 再縮減一下 那有一個漁游 OK 漁游出來的話 好 那麼這個我讓你再開發 我認為唯有這樣才能夠解決問題 要不知道是沒有辦法 那麼我有這種很深刻的感想 感說是 是有建設必有相對的破壞 一定的 那麼以宗教來講是什麼 有因必有果 這個是絕對是對的 所以這個是最簡單的道理 如果說我們這邊最簡單 他能夠把握出的話 我想就不會這麼麻煩 那麼這是剛剛我一些的 奧斯基人深刻的體會 那時間關係我只能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我們張光明醫師 接下來我們就邀請到我們 許世榮教授也來幫我們致辭 我們歡迎許教授 各位親愛的前輩 還有大家好朋友 大家午安 首先我還是要非常感謝 各位前輩 幫發給我這樣的一個獎項 這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光榮 因為我覺得 我比較覺得光榮的一個面向 是來自於NGO團體 給我這樣的一個獎項 而不是由政府 或是企業 來給我這個獎項 我非常的感激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其實很多前輩都已經談過 那我也拜託我們中勳理事長 我們經過討論之後 也提過一些重要的一些 重要的一個問題 還有處理的一個方面向 那我要另外再提其他的 我覺得蠻重要的 也就是我在學校裡面 我大概是做土地政策的一個研究 那土地它是一個多元的一個價值 土地它有經濟、有環境、有人文、有人權 各個重要的一個面向 但是我發現我們的土地政策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辦法上手 比如我在地政系 或者我們都市計畫 我們一直在懷疑 我們到底有沒有土地政策 或是有沒有都市計畫 或是我們的國土計畫 剛剛封連兄特別提到 也就是我們國家的土地政策 基本上都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主導 這是要特別跟各位報告 也就是我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剛剛各位提到很多的部門計畫 剛剛各位提到的前瞻 比如說交通部幾乎拿到一半的一個經費 比如說我們的經濟部開發所謂的產業園區 我們的交通部有很多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我們的科技部有所謂的科學園區 還有其他的 我們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他們在訂他們的新辦事業計畫的時候 其實也就會影響到我們的環境 影響到我們的土地 甚至也會就決定了土地要不要被徵收 但是當他們在決定他們的新辦事業計畫的時候 其實在目前的階段 都還是黑箱作業的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鐵路要不要高架化要地下化 交通部在決定 他跟市府決定了 他就送國安會 國安會就送行政院 馬上就變成國家的一個重大建設計畫 然後呢下面我們所謂的法定計畫環評還沒有開始 我們的公司計畫區域計畫也都還沒開始 但是政策已定 我要跟各位報告 這個問題從過往解緣之前就這麼在做 解緣之後33年 這個行政程序還是一樣是這麼在進行 也就是我們的國家的重大的政策 這個都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他們自己在定計畫 而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這個我們很判醒 這個未來這樣的行政的一個程序 能夠改變 而是在我們的新辦事業計畫的時候 就應該打開 我們在新辦事業計畫的時候 就應該要把我們今天 各位前面所講的 還有剛剛櫃田老師所提得到的 這個氣候的概念 在最源頭就要開始 而不是說我們在後面 一到了環境影響評估的時候 到了後面我們土地利用計畫的時候 我們再來跟他要求 但是在那個時候往往都會太慢 所以我們在學術上我們在教書 我們一直在懷疑說我們到底有沒有土地政策 我們到底有沒有都市計畫 我們到底有沒有國土計畫 如果按照這樣的行政程序繼續這麼做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在後游 都是在下游 我們都是在後面不斷地在插屁股 不斷地在貼股那個破洞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從源頭開始 也就我們的源頭 必須要把氣候環境 我們NGO團體 我們不斷地這麼多年在努力的 在源頭的興辦事業計畫 拜託就必須要開始考量 而不是用那個分階段 我只考量我的工程 環評下一個階段環保署 或者土地利用下一個階段 內政部營建署 土地徵收再下一個階段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不是我們都是分階段的一個思維 我們必須要提出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整體 全盤性的一個思維 而且是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當你在提侵犯事業計畫的時候 拜託你就必須要這種思維 謝謝 謝謝我們徐仲老師 接下來我們大概就要進入到 我們今天我們所有這些相關的單位的報告 我知道我們很多委員或者其他貴賓 有可能怕有事情 但是如果您還有時間願意來了解一下 我們不同議題的面向的部分 當然我們更歡迎 那首先是不是我們先請我們的 何忠勛理事長先來幫我們 針對這個階段的各分組報告的部分 做一下說明 各位看一下手冊 第107頁 就是說我在剛剛開始的時候 已經有談過 我們全國環境會議討論的結果 我們會選擇重要的部分跟總統建言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到 除了跟總統建言之外 其實有一些計畫 有一些建言是分散在行政院或各部會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的那個做法 目前處理好了總統那一部分之外 剛好今天有蠻多委員出席 也等於說未來我們如果 在那個建言之外 除了跟總統之外 需要各個委員協助跟各部會見面的時候 我們也是希望請你們來協助 那107頁是去敘述整個的環境會議的結論的改變 那各位可以看到109頁 就是我們在去年見了總統之後 各部會的回應 那回應之後呢 那不滿意怎麼辦呢 所以後來是每一季再開一次的沟通會議 所以各位看到127頁 127頁就是包署就是9月9號 去年9月9號就開第一次沟通會議 然後開完之後呢 我們不滿意的到第二次 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在那個169頁 今年3月3號再開第二次沟通會議 漏掉剛剛有一個 漏掉剛剛有一個 149頁開第二次沟通會議 1月31號 然後再來到3月31號 169頁開第三次沟通會議 最後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最後面呢 261頁 也就是說經過三次沟通之後啊 有31條的列管 那麼我們有9條啊 我們同意就是說 這個事情政府是我們還可以接受啦 那就解除列管 那22條的話繼續保留 那繼續保留的時候就是說 變成在今年見了總統之後 每一季呢 再持續的 再跟各不會做溝通 那剛剛像那個徐老師跟 跟那個張峰林醫師喔 所提的見言就會被放進來 當然 因為我們的見言喔 有時候題目很大 有時候 題目很小 那題目很小當然就很容易就解決了 可是題目很大的話 像潘老師的藻礁喔 那個就是真的是超級大的喔 那包括公部門也不願意退堂的過程當中 等於說至少在見面的時候還是可以不斷的對話 當然這個對話 有人說那對話還是這樣的結果怎麼辦 但是在對話過程當中喔 對有些議題是可以得到一些資訊 是可以得到解決 但有些議題無法解決 你也至少要讓公部門知道說 我們沒辦法接受你所有的看法 所以這個就是在環境運動當中啊 我們過去走街頭抗爭是一條路徑 那我們也幫助有些從在野黨變執政黨之後 又是一條路徑 那麼現在呢 又開出一條行政溝通的路徑 也不是說它是唯一的 但是至少讓我們再跟 跟那個政府的的建言部分的話 我們提供各種多元可能的路徑 這是我先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是謝謝我們何中順理事長 接下來呢 方簡老師 有感受到我們覺得不講話 他不通話 所以我們馬上跟方簡老師連線 反而有撒伏的結果 那今天我們的環境到底怎麼樣 其實我們大家都不滿意 特別對於今天的各個政府的官員 他們在環保方面的貢獻度 事實上是富的 所以我們這些呆人在一起 還要繼續努力 我現在正在開發一個軟體 叫做努力呼吸 就是希望能夠把綠色消費的精神 貫測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雖然我很反對 這種所謂的個人做環保 你自己帶的杯子叫做環保杯 自己帶的筷子叫環保塊 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把不變 還有限制個人的自由叫做環保 那是不是真的環保 可是呢大家被這個政府訓練 奔得這個垃圾不落地 大家變成一個很環保的象征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聰明一點 要從制度上來改變 然而我們的生活裡面 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像我們今天每天在吃的東西 我們要保護我們自己 所以要食安 那食品要安全 農業必須安全 那農業安全 必須環境有安全 所以這個環又回去了 要回到環境方面 所以我的努力呼吸 這個手機的APP 主要就是要來幫助大家 能夠認知我們的土地上面種植的各種的作物或是產品 他們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 希望從源頭就能夠保護環境 我跟台東大學劉永錫教授一起合作 他們在推動友善環境的農漁業 那我就搭他們的便車 在台東要訪問很多的農民跟漁民 我希望能夠在三個月裡面能夠找到一百個 供應我們友善環境的榮魚產品 我知道這是一個很笨的事情 那我有得到了終生的呆子的成就獎的人才能夠去做 這個獎也給了我最大的動力 謝謝大家聽了我這一點不太中聽的話 謝謝 我們謝謝我們第三位我們 今年的終生成就獎的得主 邦简的這個介紹說明 我們再次感謝 那接著我們剛剛中虛理事長已經有報告 我們接下來我們各單位 那我們還是有做一點順序的小調整 因為我們怕這個來來回回 這個螢幕上上下下 那我們原則是會有泡泡影檔的部分先 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因為 我們其中我們有幾位夥伴 可能有要事的部分要先離開 所以我們可能先做一點調整 那接著的部分是我們先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的理事長 王維智王理事長 先請他幫我們針對這部分做報告 那我們時間只有三分鐘 麻煩大家把握時間 謝謝 我們再來最後一分鐘會舉牌 然後時間到會響鈴 告訴大家 各位有環保界的薛靖大家好 各位有環保界的薛靖大家好 我們這個動物團體特別強調行政 剛才我們的周慧田老師也特別強調 其實在台灣行政的力量是非常的大 我們是以監督的行政為主 我們先做倡議 行政它是一個執行面的問題 執行的徹不徹底有沒有偏頗 這個都是影響到我們的願景 我們的目標 那麼我們今年有兩個主題 一個是有關動保警察的議題 去年我們也提出這個議題 由於我們的總統說這個是有空間的 那麼在這一年的努力也展露了一些曙光 但是因為這個涉及的內政部警政署是對這個議題還持有過去保守的立場 也就是說警察只能夠為自安為交通服務 其他的都是雜事 那麼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的警察單位來講 已經是雜事產生了 所以我們也尊重警察工會的意見 我們希望能夠成立專責的警察 使他不會因為已經有雜事產生了 而沒有力量來做好我們的這個動保 那事實上經過這麼多年發展 這個動保的這些刑事案件 其實這些人經過調查 常常會有事成都是涉及到往後的暴力犯罪 所以從動保案件的努力偵辦也有助於我們未來社會的安全 我們的爭取的第二點是動保路線 這是透過我們多個動保立法 這個動保團體的一個立法運動聯盟所提出來的 我們希望這個議題也能夠受到重視 這一次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在談超前部署 我們台灣在這方面也非常成功 但是如果真正的超前部署 就是我們現在要提出的動物保護路線 謝謝 因為從全球的防疫觀點都在倡議說 人類的健康要有賴於人動物以及生態 整體的健康整體的照顧才能達成這樣目標 因此我們今年要提出動保路線這樣的呼籲 謝謝 謝謝 再次感謝 接著我們邀請到的 接下來我們就有PP檔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第一個上場的是我們 我們在聖南園泰動聯盟我們的高如平 高如平理事長來幫我們做報告說明 桌子不要動沒關係 桌子不用動 桌子不用動 我現在有紙板 我不用紙板啦 我要PPT 這個就要放 謝謝 我可以開始講了嗎 我可以開始講了嗎 我不算是 ok ok ok好 那我們大概有幾個訴求 一個是希望能夠是針對總統跟行政院 行政院的部分 好 那我們都知道 在上一個會期的時候 邁力委員有在他的任期的時候 在立法院成立了這個 再生能源促進會 而且立法院也有永續會 而且在之前的應該是 阿扁總統的時代還有成立了行政院的永續會 可是現在好像都停滯 所以我們希望 希望總統能夠責成這個行政院 尤其是現在能源轉型是國家的重要政策 所以立法院有再生能源出經會 我們也希望總統能夠責成行政院能夠以行政院長主持而運作的這樣子的能源轉型出經會 好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在能源轉型的過程裡面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一個重要的知識平台 那我們現在看到在這個能源轉型過程的時候 假新聞一大堆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也希望 一方面就是實際上面有效的 能夠讓各個 尤其是各個大專院校 現在目前這個 像那個學士老師應該知道 不管是正大或台大 我們發現說 要在學校要推動綠能校園非常的困難 最主要就是學校其實 第一個學校可能也沒有什麼有趣思維 第二個就是說 各個學校都是去超那個 中小學的一些這種太陽光電的那個版本 其實是非常不友善 學校並不是以能源轉型 氣候變形為訴求去做這個太陽光電 而是他只是就是聽令行事 所以我們希望那個能源局要去協助教育部去建立一個 以分區為標準然後更完善友善的一個大專院校 或者是學校的這個標準版本 好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希望能夠 因為現在有這個事實查 就是很多綠能甲新聞 我們也希望那個教育部跟能源局 結合這個綠能事實查核平台 那另外我們希望能夠 剛剛就是希望能夠讓更多 我們就知道說 現在的褐色經濟要轉成這個綠色經濟 必須要培育人才 所以希望那個能源轉型 由教育部提出各大專院校的 綠領人才的這個培訓方案 這個也是現在我們說的綠能經濟的振興方案 那很重要就是希望能夠鼓勵更多的小屋頂 讓更多的民眾願意參與這個綠能 那有一些比較友善公民 或者公民團體參與的這個優惠條件 好 那 另外就是有關於偏向部落這些原住民 當他們要去設置太陽光電的時候 其實是有困難的 所以希望原民會結合內設部去推動 開放這一些小屋頂 以及在偏向的這些綠能以上 謝謝 那接下來我想就繼續在我們下一個團體 如果你自己有在這個展板 因為我手上沒有 那我們現在三四的部分順序有調換 首先我們邀請的是 桃園在地聯盟的潘中正理事長 那下一個團體是 我們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聯運力主任 我們要把這個準備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潘中正理事長 好 各位夥伴好 我是搶救大蘭藻礁行眾聯盟的召集人 你們看潘中正理事長 我想大蘭藻礁呢 值不值得保護呢 實在我不必再多說了 這實在是贅述了 那下一章 我想2013年呢 其實 蔡總統就已經到過我們藻礁寫下的 藻礁永存四個字 那 2018年的地球日 也就是4月15日當天 我們也在關底 我和在座許多的夥伴呢 跟總統直接面臣 如何來搶救大蘭藻礁 那直到這一刻 我還是相信 總統對於環境保護的理念和他的誠信 那這是那一次見面過後呢 環保署回應的內容 那我放大給大家看 總統的回應是這樣 若中油第三天然氣接受戰會 危害藻礁生態 我們也不會貿然進行這個選項 第二 有關鍵請召開聽證會是 我們將研究可行性 這是官方文件 實際上這個開發案不是只有工業區 他這一次省的是工業專用港900多公頃 如果開發下去要破壞300公頃以上的藻礁 嚴不嚴重 如果是嚴重 那這完全違背總統的理念和成績 如果真正的尊重專業尊重制度 那專案小組在那一年的7月3號 就做了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這樣的結論尊重他才是真正符合 我們總統的理念跟他的意志 可是很遺憾 那一年2018年10月8號 成為環平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我想這個大家記憶有心 啟動文治法自然地形審議 大蘭島礁就可以脫離湖口 那小英總統的理念和他的成績 就能夠貫徹 那麻煩幫我播那個影片 這是當天我們在現場 我現在是圓音重現 第三天一半再縮小 聲音大清 聲音大清 好像你可能要從頭來 有字幕從頭來一次 大概只有三十來秒 對麻煩 如果第三天一半再縮小 再縮小以後 會對這個我們在那裡的三十 才會比較 想叫 造成這個 這個有 非常沒重的形態的話 我覺得我們也不會去冒來 去做這樣的一件 所以 什麼講的就是一個請求 給我們一個聽證的機會 好嗎 這個我們還能做 對 我們還能做 我們要把這個 整個 現在總的 集區 或是專家 這邊 讓他們有充分的交換 技術 我們再來做 下一個號碳 我們要保持這個能力 好 破壞三百公頃 很嚴重 那 聽證會也不了了之 所以我們認為 應該要啟動文資審議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同學戰力聯盟的 潘中正理事長 接下來是我們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的年主任 那接著我們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王定欣 我們專案指揮人做準備 大家好 水資源保育聯盟從頭到尾在推動的是 其實我們今天這個主題是氣候變遷有關 所以這氣候上跟水資源的管理是 兩個是積極相關的齁 那我們在一直推動說水資水量保護區呢 要去管制 甚至你自來水法第十一條都有了 這個水資水量保護區都有了 可是呢 我們現在在草存要開一個鳥嘴潭人工服呢 到現在沒有把它化為水資水量保護區 下一頁 然後呢 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是 我們的主題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我們今天水資源保育聯盟 我們還是一直針對鳥嘴潭 它這個有所謂的垃圾 然後呢 包括這個垃圾如果清走了 是不是要有一個地下水的調查 那封場後呢 也要長期的調查 但是呢 目前我們的環保單位環保署 好像沒有做這樣的努力了 那我們說的在人工服的旁邊 就是有一個垃圾場 非常大的垃圾場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在2019年6月 2019年的8月 還有在今年的3月 這照片都是我們張風領醫師 帶著我開著車 再帶著我們去拍的 那這一個垃圾場一直在 那在這邊呢 包括我們去訪問那個 北士蘭的那個社區呢 他們說到晚上非常的臭 然後那個臭味很難形容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 在這裡頭 他有堆製了5萬多噸的垃圾 而且他每天喔 還有60噸的垃圾 一直進來這一個垃圾場 然後呢 他打包的 在他的後面那邊呢 白白的那個就是他的打包的 他說我目前運不出去 我先包起來喔 然後呢 他就在那邊有存了7000噸 再來呢 我所有他的人工服就在他旁邊 那也就是這一個旁邊呢 其實有一個愛寮斷層 那這個愛寮斷層呢 將來會怎麼樣呢 愛寮斷層就是在E區跟F區 也就是後面的6跟7 那在這裡頭 萬一地震了 他們落差超過1公尺 然後呢會崩裂 甚至啊會影響下游 還有建築物 還有生命財產 然後呢 他的上游 有很多那個污染的產業 他排那個污染的水質 然後會滲透到這個地下水神 所以垃圾場如果不清楚 這將來彰化台中還有草豚 要喝的水很危險 那我的時間後續呢 我們還有南部的議題 可能我還有多一點點 拜託留給他 大家好 我是那個台灣水晶園保安聯盟的南區主任 那因為我們在高雄就是台灣會啦 人家說騎不會水啦 保衛都是水 因為高雄呢因為是政策的關係嘛 所以我們有許多的傳統農林業產業呢 都已經被化入了工業區了 到現在呢 還一直是在犧牲那些傳統的農林業 所以拜託是以這個環境NGO的方式呢 可以呢希望呢可以呢把改變我們高雄 還有南區台灣南區的一些命運 那我今天呢整合了一些議題呢 就是說第一項呢有我們的困境就是 南部先天性的不良的因素呢 所有環保的議題相當多呢 但是呢我們來北來台北一趟呢真的是 要來抗議或是要說什麼陳情的話 要達到那個陳情的那個強度也是很薄弱啦 人家說到背會這位高雄 外賓都背到這裡也沒力了啦 那我們希望呢能夠成立一個呢 是跨部會的在我們高雄呢能夠成立一個有能夠給大家陳情或是什麼討論的一個機制的一個政策的那個單位 那第二題呢因為呢氣候極端的趨勢呢台灣是多於缺水的特性 那水資源對於產業經濟呢民生能至於潛山生物多樣性的資源與棲地呢環境呢品質都是很不好的 那這個潛山禮山在去年的也有陳達給總統啦 就是說水源區保護區的一些權責單位管理單位調查單位這個去年也都有陳跟總統也有陳過 那今年我們再來提一次那第三呢就是各項的徵收或是簽存案都沒有辦天證會 不符合的環境爭議跟土地爭議這個呢包括在現在我們大領埔的地區就是全國產業的循環園區的核定呢 但是呢他把那個簽存是包含在裡面的產業的開發環品呢在地方沒有辦公聽會說明會他已經送了第一次環品了 就在4月29號已經送第一階環品他那個開發單位的工業局呢他自己呢把他呢進入自己願意進入第二階啦 就是說要把我們前村要把董仔婆徵收這個也不知道啦 但是他的產業的用地呢已經送環品了這個剛才就是我們那個徐教授講到的是很不公義的 所以我特別要提出這一點那再來就是第四點呢 第四點就是填海造路的材質都是高汙染如實 還有呢一些拱汙泥破壞海岸汙染海洋的生態 在大領埔的蘭新計畫就是剛才講的那個循環園區的新材料計畫 就是填海造路所要去變更土地開發的 那那個開發的土地填海造路的土地很奇怪 在大領埔蘭新計畫的填海開發單位是環保局 那環保局又是稽查單位 所以這幾百公頃的填海造路地區呢 造路的那個填路的那個材料呢 他其實也都都是違法的又是重金屬又是有毒廢棄物 怎麼可以這樣子填入當一個事業要開發的基地呢 我都搞不懂了 那檢舉環保局的話 他永遠都查不到說這些東西這些物質 對海洋對生態對地下水的污染呢 會造成很嚴重的破壞 他一直都沒辦法查到的 我今天的議題是很多啦 但是呢還是拜託讓我講完啦 那林遠呢因為污染太嚴重了 他都沒有辦什麼那個健康危險評估啦 因為我們南部就只有我一個來嘛 那希望大家呢 還有那個主辦單位這一次呢 能夠多多把我們南部的議題帶進去啦 那第七題就是那個私地啦 還有目前空地私地保育之類的那個基金 希望大家也都可以都可以採納啦 光電這個 年主任再下一頁就有一些希望他能夠解決的方式 能夠給大家看到 因為好像剛才那個 那個就是 張醫師他也有提到一些私地還有那個 這個都是有一些重疊了啦 但是南部的議題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沒辦法上達到台北來啦 限制了三分鐘害我講得很緊張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啊書面也有啦 感謝感謝大家這幾個月的籌備啦 謝謝謝謝 謝謝我們台灣主治人聯盟 剛剛的年年月主任啊 還有我們洪秀菊 也是我們南區的主任喔 真的啊從南部來應該給他多講幾分鐘 這行夠 光交通的時間 我們就應該給他兩倍的時間 我很抱歉因為 一點很多 不過這邊我還是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從17年前第一次辦這個會議 我們就有一個共識喔 這個會議不是民谷深淵的地方 倒不是說剛民谷深淵是說 其實大家來這邊就是都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是真的想透過這一個活動 我們把所有的議題匯整起來 事實上我們自己都知道問題 重點是沒有在關心我們 沒有在收看直播的那群人 那我們怎麼樣把我們的影響來擴散 所以我們這些資料 剛剛中旬一開始為什麼要特別做報告 你就回想 我們就是一旦參加這會議 就會讓這個會議記錄下來 我們也會拿去跟我們的公部門來做對話 未來都希望來做列管 讓我們如果在直播前還有其他的團體也一樣 我們很珍惜這樣的一個平台 就是說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努力 我們終於有一個活動會議所做成的決議 能跟行政官員甚至高層來做對話 甚至有時候可以來要求跟拉拔 他如果沒做好的我們就修理他 就把這些沒做的事情來做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很珍惜這樣的機會 不斷在做會整 那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效果 可以當作是一個我覺得台灣公民團體 尤其是環保團體所群聚 做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典範的一個模式 接下來我們就邀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王定欣 那接著再請我們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的 中區理事長做準備 主持人好 在座各位先聽大家好 我是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王定欣 那由我這邊來做一些報告 就是我們3月13號 由環資主辦的民建保護區公信脫稅制 就是合理化的議題會議 其實我們過去常常都是在 可能是事件 破壞的事件或是軟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去進行一些阻擋啊 的環保的行動 但是往往通常 會非常平於分明的再去阻擋這些事件 但是不一定能夠成功去阻擋下來 或是阻擋下來了過了幾年之後又會復活 就是繼續在開發的狀態 那不禁讓我們去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方式去把它長久保存下來 把那些沒有辦法納入是國家的保護區的 在地的非常美麗珍貴的一些環境 去把它用民間的力量去把它可以長久的保護下來 那在國際上其實已經非常多的成功的案例去 用信託的方式去做自然還有人文資產的保存 那在國內的話我們其實有相關的 其實像是信託法可以去做 可以讓民眾去成立公益信託去永久的保存自然還有文化資產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們的法規其實並不完善 也並不友善於自然資產的公益信託 自然保存型的公益信託 那我們環資在近幾年也一直在訪談諮詢一些民間保護區的案例 那這些案例裡面 這些案例裡面 這些案例裡面 其實在廢章的同一頁我也是顯示出來 其實只有一個自然古環境信託基地 它是順利的完成 就是有完成設立 那其他的話也有看到一些只是嘗試是用信託的概念去做保護的行動 但是最終是目前還是沒有成立公益信託 但是用其他的方式來做保存 那在我們協會2014年接手之後 發現了就是被不合理課稅的事情 就是我們總是體現到這個不合理的課稅的狀態 像是如果民眾支持捐款願意來支持 捐款支持就是自然股的話 他們其實不能抵稅 他們還會被課證與稅或者是遺產稅 那如果是營利事業或是組織來捐贈的話 那他的捐款有20%會被政府抽走 那像環資我們作為受託人 我們把一些經費投入進去去做氣體的經營管理 那照法規來看的話 這個經費也會被抽成20% 所以今年的議題會議我們邀請了就是這些專家學者 就是我們從2015年來就開始在展開這個修法的行動 那歷經了三屆的立委去提這個修法案 但很可惜的是目前還沒有完成這樣子的相關的稅制的修法 但是五年過去其實環境一直在被破壞 我們其實沒有在另外五年可以去等待 所以非常希望是今年度就可以解決這樣子賦稅不合理的問題 那希望就是在未來修法的它是能夠讓有真的在做公益的人 不會被課稅這樣子 好 我就要到這邊結束 謝謝 我們其實大家都非你組織 如果是在商業團體有的時候沒有問題 可以買終點 只要一分鐘多少錢幫我們大家募一下款 這是一個好方法 接下來我們就請我們何中勳理事長幫我們說一下說明 下一個是誰 好 那我就在這邊 好各位 那我們台灣公民參與協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透過政府各種公共政策 都要透過公民參與的機制來達成 那主要的是達到了大公民小政府的目的 那這次呢我們為了這次的環境會議 我們有辦了兩場 一場是環境與公民參與機制是檢討 另外一場是動保及公民參與機制是檢討 那在那個環境部分的話呢 因為這次參與我們剛好focus在那個徐世偶教授所最關心的所謂的土地的部分 所以呢 在那一次的焦點座談裡面我們就得到了幾個結論 第一個就是說呢 土地 我這個很害怕 土地徵收制度之改革與公民參與機制之建構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呢 是呢 都市計畫呢 即土地徵收的審議啊 制度應該要修改及引進那個聽證的制度 這個部分就是第一個明確的訴求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呢 在規劃那個議題 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啊 比如說那個土地規劃的時候呢 必須要有公民實質的公 實質的那個參與 政府在規劃團隊 而且需要有地方跟公民團體所信任的團隊頭目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呢 因應土地的徵收啊 還有市地的重劃都市更新 及非正規的居住 亦課體遭受到破遷 並進行行政訴訟時啊 法院應該要求政府立即停止那個執行的程序 代行政法院判決出爐後 再適當的 在釋法的行政作為 來執行 那第四個訴求啊 就是呢 區段徵收的制度應給予廢除 這個部分是 全世界都沒有這個區段徵收 所以呢 那個我們這一組認為是應該把它廢除 最後一個啊 第五點就是說呢 政府在執行土地 那個徵收啊 重劃跟更新及非正規的破遷等 對於人民所造成重大的傷害的時候啊 應該是不是金錢所以購買的 所以變成事先應該要有整體的 那個社會評估 同時了解可能會造成的傷害 並與 並納入呢 公益性及必要的重要考量 我發現到這樣的練法也很辛苦 我覺得重點是你的老花眼比較難受 對啊 我這樣 這個板子太太厚了啦 好 那另外一個動保部分 因為訴求就很簡單 就是一個就成立動物保護的專線 用24小時的動保專線 那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動保議題 各縣市的動保機關都沒有公民參與的機制 那麼同時也 一旦民間民眾發生到任何動保議題的時候呢 也沒有辦法得到充分的解決 所以我們建議呢 成立動保專線 那同時呢 透過專線的提供 法條的解釋 跟報警注意事項 如何能夠匯證等等 還有動物救援等等提供 那這個動保專線 是我們這個公民參與這一組的兩個的訴求 好 那這以上簡單的報告 來 謝謝 謝謝仲勛 那接下來是由我來代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來做一下說明報告 那接著待會兒是我們關完生命協會的林委任主任 那我想我就快速的說 其實我的角色很簡單 剛剛有提到過說公民監督國聯盟 我們跟大家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 因為所有的倡議追蹤就要立法 讓公務人員依法行政 因為他們不做的時候就說與法無據 那所以我們要讓他與法有據的來做這些內容 那這部分我想是我們主要的這些內容 欸 跳走了 來 OK 來 我們再下一張 那這個大概公路盟常常講的一個簡單概念 我還是告訴大家立法院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113席立委他會制定我們台灣的法律 會做預算的監督 會做獨立機關人士同意權 我記得在預算的部分一個非常好的點放 就是當初阿朗一股道 我們每年都很擔心到他會不會開路 每次都要等那個板子一插下去 發現他已經發包了 然後不知道怎麼擋 我覺得阿姨那個例子非常的棒 當時我們就乾脆找友善的立法委員去要預算書 直接就繳交目的預算書 我們幹嘛這麼累 對 所以後來有些理委員很棒 他還帶我們一起來行入他們做預算把關監督 我覺得這是我們團體要站在比較前面的方式來做 那所以公路盟為什麼再進入到我們這NGO環境會議 主要我們大概希望有幾個角色 第一個就是國會知識教育的推廣 包含NGO國會聯絡人的培訓 我們知道很多國營事業相關行政部門都有國會聯絡人 為什麼NGO沒有國會聯絡人 為什麼都不知道立法院發生什麼事 我在花園保護學會當秘書長的時候我印象最深刻 開始有些媒體會打電話問我說 立法院通過了什麼法案你有什麼看法 其實當初我很膚淺 我只是覺得我們的努力終於被看見 人家把我們當作是個咖來握我們意見 可是後來我覺得很荒唐 為什麼跟我有關的法案過了來問我有什麼看法 你們若是動保團體今天通過了動物保護法來問你說 今天立法院通過了動物保護法你有什麼看法 問水資源團體說現在通過了水資源什麼法你有什麼看法 你還能有什麼看法都過了耶 過去我們在第一線在做包含動保的部分 有很多人拋家棄子賣房子就是為了要保護我們這些動物 一隻一隻的救我覺得很重要我感謝他 但也有人要站在前頭直接修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概念很簡單我們希望來做這些內容 我們都願意去做免費的推廣演講 所以如果你們需要的話公眾盟都願意來服務 那再來就是我們今天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會者民間團體優先的法案 這個裡面的資料都有我想就不細講 剛剛很多人也報告過 另外國會的遊說倡議的協助我們也可以 另外公眾盟也有另外成立我們地方議會 全國議會監督聯盟現在有幾個縣市有 當然很可惜有的還沒有 一方面如果你們想做這件事跟我們聯絡 我們協助來做地方議會的這些監督 因為有很多是地方議會地方政府的問題 所以環境的解決不只中央的法令法規政策 地方的政府影響一樣非常的大 那這是我們希望未來再針對這部分來做一些串連 再往下 那這個部分大概就是其他相關法規 這個我們在這個報告裡面都有 我想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共同盟信念很簡單 就是民主從投票開始就是如此 我想一個民主國家深化的程度就看 投票後我們還能做什麼 那我們很開心這樣的活動 還有那麼多的民意代表也願意過來 其實萬世漢也還在後面 曼莉姐也在這邊 這個不說假話我們都說 其實他是我們派去立法院的扶兵 其實他們還是一顆環保的心 那我覺得我們真的應該善用這些良善好的 因為做事為了 我知道他們很為難進入到政黨體制 就是有他的為難 但我們還是可以善用他的角色來扮演一點什麼 我記得我在荒野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認識一個主紀長 他還是必得要聽命他政黨來行事 那時候是國民黨 但我永遠記得他曾經有一次很開心的跟我們講 你知道嗎 有個案子我覺得超荒唐的 最後我就把它擋掉了 對 他擋不了大案子 他可以幫我們一些小事 所以我覺得我們怎麼廣結善緣把這一塊串聯在一起 這個部分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我們委任來幫忙接下來的報告 那接下來小組大概都是用展板的方法 好 各位貴賓在線上收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公安生命協會的倡議主任委任 那以下大家可以看文字版或者是會議手冊的第45頁會有更詳細的論述 那公安生命協會是一個提倡動物權為動物爭取福利的組織 每年我們在這個全國的環境會議都有提出相關的這個倡議內容 那從2017年其實我就大概簡單的說一下我們近幾年做了哪些的事情 2017年我們發起連署致敬蔡英文總統見請說這個禁止一定性下牙的買賣 2018年我們就是接續近十年的努力提出健全中央政府動保專者單位設置這個動保司 2019年因應這個高雄的賽馬議題 那我們也提出了彩券不應該以動物禁忌作為投注標的 那每年我們在NGO環境會議所提出的議題 也跟著一起跟政府有更多的討論 他們都有相當的這個進展 那今年扣合大會主題全國的氣候危機團立即行動 我們提出這個蔬食推廣法制化的訴求 那因為目前其實人類正站在一個全球的環境重要的轉捩點 聯合國的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在2019年的時候公布一個團體報告說 蔬食是人類可能可以去減換氣候變遷的主要方法之一 那其實在現代的工廠化畜牧業中動物受到的痛苦和折磨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如果我們多吃蔬食少吃肉的話 那所以減少那個動物的利用 那絕對也可以達到許多動物保護的效果 那因此我們去在這個議題的時候呼籲食中教育法和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的立法 並在其中加入蔬食推廣相關的條文 營養施法和每日飲食指南手冊也需要修正 那另外我們也見請總統去舉辦蔬食國宴來引領這個國人重視蔬食 政府部門舉辦的宴席應該以蔬食為主 那第二項這個議題呢 則是聚吃魚飼 其實鯊魚在海洋裡面是這個食物鏈很頂端的補食 則是維繫海洋健康的狀況角色 那每年卻有高達7300萬隻的鯊魚命送在魚飼湯裡面 不然生命協會和WildEd的這個野生救援 每年在合作世界無刺宣言計畫 邀請大使拍攝公益廣告號召全球來拒絕魚飼 一起守護鯊魚守護海洋 那我們對於海洋委員會上個月 可以在28日公告修正海洋保育類這個野生動物名錄 將金沙和鬼捕轟 都列為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 提升它的保育強度表示非常肯定 但是我們也希望做得更多 因此在這裡也邀請各個機關首長 一起來響應這個世界無刺宣言 聚吃魚飼 那不慣禮或是補助食用魚飼的活動 並且在經濟的部分 我們希望可以停止進口更多的魚飼 以上報告謝謝各位聽聽 謝謝謝謝我們官員生理協會的委任主任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的朱真宏執行長 那接著的部分是我們的北區會議結論的徐玉宏 台灣牛角波自然人文協會的召集人 待會做準備 我想回應一下我們兩位得獎人 一位張鳳年醫師提到我們要定一個上限 我們徐老師提到我們的公民參與沒有從最初開始 我覺得在20年前聖太保育聯盟提到環境空間是地球之有 在那個時候就提出來了環境空間是一個極限 我覺得我們可以重新來思考一下 因為公民參與要制度化 我覺得我們的行政程序法裡面的行政聽證是非常弱的 行政計畫沒有聽證 這件事情也許我們應該努力的 我覺得這是根本 這兩件事情是根本 好 那我今天在這個會議上 我要提出一個訴求是跨部會的 所以我才會在這邊來提 那我希望能夠設置國家的3R中心 3R是什麼意思 我們的動保法有 就是我們在做動物實驗的時候 要能夠替代 要減量 要能夠精緻化 為什麼要替代 動物實驗現在越來越多被提出來 證據率太薄弱 它要再現 要再做一次再驗證的能力太低 而且它往往會造成很多對人 人體實驗都會造成傷害 所以預測值會太低 那麼以美國NIH來講 它提到就是藥品 現在要發展藥品 要非常久的時間 要14年以上 很多疾病是連藥物的研發都來不及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多時候用在動物身上有效 用在人身上沒有效 有些時候透過動物你把它篩起來 但是用在人類是有效的 所以動物實驗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那更環境更直接的是 比方說我們現在要花一個殺蟲劑 我們要用30種動物實驗來做 我們現在市面上有上萬種化學品 可是非常少的化學品經過做動物實驗 所以是很不應該的 那麼因此從創新科技的角度來看 像美國要提倡的是綠色化學 我在研發的時候 我就透過新的方式來找出這些化學 對環境沒有傷害 所以美國環保署提出的是Toxx-21 21世紀的獨理學 所以從未來獨理研究的趨勢來看 應該不是動物實驗 而是其他的方法 綠色化學就是在做新化學的時候 我就可以透過其他的方式 大數據 去瞭解他的化學結構 那些對人對動物就有傷害 對環境就有傷害的化學 就不應該生產出來 而不是生產出來之後 再來做實驗 那這個就是一個用手臂 機械手臂來做的一個例子 再來就是晶片 現在我們所謂的COVID-19 美國就已經開始用人類的器官晶片來測試 而不必利用動物來做實驗 太慢了 好 那所以我們希望 要國家 要總統 能夠支持 跨部位的來設立 國家的實驗動物中 所謂的國家三而中心 謝謝大家 謝謝 所提到的這些問題 的確有許多 大概都值得我們來做一些省思 那接著的部分 我們就邀請到的是 這個台灣牛角坡自然人文協會的趙捷徐宏 來幫我們做北區會議的說明 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謝NGOS會議給我 台灣牛角坡自然人文協會參與 這次參與這個會議 這個土地問題是首第一次參與這個NGOS會議 有它很大的意義 因為我始終覺得土地的問題 就沉入剛才許世榮教授所說的 它影響著環境 因為你要徵收一個土地 首先會破壞環境 它要拆房子 它要砍樹林 甚至還有破壞水源 所以這一切跟環境非常有關係 它不只讓人類的環境改變 而且讓動物的環境改變 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我們的國家 可以正視土地徵收這一個問題 那麼我在北區會議的時候 有很多團體參加 我主要就是替社指導自救會 希望他們的訴求可以傳達給柯文哲市長 廢除去段徵收 暫停土地徵收 然後還有土城金城公園 這個自救會 因為他們要開一條解院LG11 經過他們那裡 但是是截止取彎 本來沒有經過 但是突然改變了都市計畫 經過了他們的公園 要把整個公園破壞 所以他們希望保留公園 我希望投有一次長 你要聽到 然後再來 後榮萬寶之救會 就是在苗栗 他們是特別農業區 我希望我們的國家 不要去變更特別農業區為建地 這是因為台灣的糧食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很缺 而且會有未來一定會有良荒的問題 所以我不希望就是說 特別農業區去變更為建地 最後我們台灣牛角坡自然安文協會 希望提出廢除土地徵收條例 在此判請我們的立法委員可以提案去廢除土地徵收這個條例 因為如果委員不提案 我們永遠就沒有辦法把這個條例廢除 這個條例是在豪博順時代 一個行政命令 他人都走了 難道還要有這個土地徵收條例嗎 謝謝 謝謝 謝謝玉紅姐 其實我們這邊資源很多 大家想到A7 可能想現在大量開發部 A7你要想到玉紅姐 因為她在那邊有糧倉 以後如果你這個大水淹沒林口台地又比較高 到她家去住就對了 都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那接著的部分 我們要邀請的部分 還有兩個團體 一個部分是台灣蠻野新竹生態協會 由我們陳炳恩前理事長 還有最後我們請我們荒野保護協會 劉樂眉理事長來幫我們做說明 那首先請炳燊 請炳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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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負責的部分是環境資源部 這其實還蠻重要 因為從古代到現在 我也是算看著環境資源部長大的一個 環境資源部看著我長大 以前那個 那個什麼 陶瓷納利啊那時候2002年那時候 就說要送環境資源部 因為那個山民水土要一家 那時候說很久 說差不多十幾年 十五年了 那到現在其實環境資源部也 也一直還沒出現 那所以呢 大會賦予我們的認入就是在環境資源部的部分 就是把環體再找來再重新再討論一下 那環境資源部目前的那個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那個 在上任界的討論 我們本來是期待山民水土一家嘛對不對 可是本來是想說整個水利署都可以搬過來 然後整個那個林務局都可以搬過來 可是變成是對經濟部來講 他們還是想要把水資源開發的那個部分 留在經濟部 然後對林務局來講 他還是想把那個 經濟林的部分想要留在農委會 那在這兩個部分其實 上次討論的結果是說 好啦如果因為這兩個問題 整個環境資源部卡關的話 那也不是辦法 那可能就目前還是 討論的初步的草案就是說 好那可能把水資源保育的部分 就過來 然後開發的部分 就還是放在經濟部 然後林務局的部分 就是把國有林的部分拿過來 如果是經濟林的部分 就還是留在農委會 但是會有一個原則是 我們很期待國有林可以一起過來 因為國有公園本來 從一開始的版本是在環織部 可是後來又變回內政部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 希望可以把國有林 跟林務局的那個部分 可以到環織部來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目前的環織部的版本裡面 看不出那個氣候變遷的這個 可以對應的那個組織 因為中央氣象局 好 氣象局到環織部 會變成中央氣象樹 可是我們看不出 他們在氣候變遷上面 有什麼樣的更強的功能 所以在那次討論裡面 大家也期待說 氣象局未來在氣候變遷上面 可以有更強的功能 還有另外一個大家的期待就是 我們就是很期待 因為在主改成立一個 國家海洋研究院 那時候在談海委會的時候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 可以成立一個國家環境研究院 因為很多的環境資訊 其實我們目前很多環境資訊 都是環評的時候 顧問公司做的 而顧問公司做的東西 其實常常是有問題的 而且都不太能夠用 而且他們也不會把原始的數據 給大家使用 所以我們很希望一個整體的 國家的環境資訊的研究 或是數據的匯整 所以在希望一個 未來的環境資訊部裡面 可以有一個 國家環境研究院的設計 以上謝謝 謝謝 也謝謝秉翰 秉翰因為 真的長年在立法院 如果剛才我們提到的 對於立法相關的一些議題的部分 大家可以請他幫忙 另外如果你心情很苦悶 想到何患上去看暗空公園 早晨秉翰就對了 他都有他的秘密景點 那接下來請我們歡迎 方便保護協會的理事長 岳美老師來接續我們的報告 各位大家午安 那因為我已經是最後一個了 所以我是方便保護協會理事長 那我們現在其實 還有失聰職務 以及資本師弟的部分 目前都還在跟工部門 在做一些溝通 那這個部分我就不講 那我們今天主要要討論是 河川的問題 那這邊有一篇文章 河川其實是一個 三根海的連結 也是供水的源頭 也是生命的狼 生物的狼道 也是生物的七所 那也是人類引水的源頭 那可是呢 不當的工程就會切斷水脈 切斷狼道 也會搗碎七所 更會阻斷我們生物引水的路徑 那公路呢 常常沿著河道或是山來建 那農業也常常在我們的山區 那水庫呢 常常是集結我們的水 然後是我們的引水 那休閒的人就是沿著道路上 到山上去 那耕作的人就在山上耕作 那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有很多垃圾啦 啃植啦 噴藥啦 土地的開發啦 然後污水啦 這些全部都造成我們整個 匯集到我們的水庫 或是我們的河流 或是我們山林的破壞 所以人可以是這個山林的破壞者 可是人也可以是修復者 那面對氣候變全 我覺得山林的保護跟河川的保護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針對這樣子的一件事情呢 那我會提出幾個可以做的一件事 第一個就是所有的溪流整治 常常在我們看到問題了之後 他就已經開始在做了 是不是所有的溪流整治跟工程呢 都要納入生態 在這個過程裡面 都納入生態檢核的這個作業系統裡面 而且要有公民參與 那公民參與的時候提出一個很友善的方式 來讓我們的河流可以更好 那 第二個呢 是這個 所有的溪流在整治 跟水環境的整治的過程裡面呢 都應該在每一個階段都有公開的資訊 那因為常常在資訊不公開的過程裡面 就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 因為很多的垃圾啊 其實從山區就下到邊坡 再下到溪流 那所有的山區道路的垃圾 不應該用噴的 然後噴到山坡下 那另外呢 工程的垃圾在山區 應該全面讓它變成零 然後不能夠就把工程的垃圾丟在這裡 那這是一個比較容易可以從工部門去要求的這個部分 另外那個教育不要亂丟垃圾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要持續來進行 再來就是河濱的部分 河濱其實上面有公園 可是河濱公園常常不以公園管理法來管理 所以在河濱公園的管理裡面應該更落實 尤其都會區的公園 常常變成一般人的偏遠地帶 所以垃圾都在那邊 然後很多的其他的管理都會有點問題 那再來就是廢物水的管理 廢物水的管理在台灣沒有一個遠景 就是短中長期我們好像看不到說我幾年以後 我的水是可以飲用的 那我的水是可以到達什麼乾淨的 我的淡水河到底哪一天可以變清澈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讓人民可以知道 那個水是可以在什麼時候它是OK的 好謝謝 謝謝謝謝你們老師 其實我們要特別感謝荒野保護協會 我們17年前那時候最早是四個團體先當主要的發起 就是荒野保護協會 台灣環保聯盟 主婦聯盟 還有台灣生態學會 其他團體如果在看傳播更不好意思 其實他們都還很認真在做努力 不過每個團體我想隨時都會有這些 我們剛剛講在運作上它的選擇 或者有可能在運作過程當中 重新再做一些組織內部的調整 但我真的覺得看了十多年 有時候我們在談到一個問題說 每個團體我們當然都知道越來越強壯 過去我常常有時候有機會跟官員講說 你不要怕環保團體變大 環保署長怎麼會怕環保團體變大 因為當台灣的環保團體 都是幾十萬幾百萬的會員的時候 我敢講行政院開院會 你就是坐在院長旁邊 就這麼簡單不是嗎 一定會成為我們最重要的課題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這過程當中 一定要大家一起做努力 其實我們在座有很多團體運作很厲害 也許大家都沒看起來包運以往 我對自己這一塊很喜歡研究 像荒野 像環境資訊協會事實上 一年的運作已經到四千多萬了 但你說四千多萬很多嗎 沒有我告訴你很多的慈善宗教團體 都幾億元 還有些兒童團體還可以買好幾億的房子 我還蠻羨慕的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我覺得我們自己要再做更多努力 怎麼樣吸引更好的工作者 進入到我們組織裡面來做一些運作 你一定更好的政策來跟政府跟社會來對話 我想這個聽過大家的報告之後 這應該我們自己要大家相互來勉勵加油一下 那我們剛剛講過 今年事實上沒有特別的主辦單位 是用合議的方法來進行 那我們就想明年是誰呢 討論老半天之後 後面把我學會留意媒體上說 我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很謝謝他們 所以我說真的很感謝 當然我們有提到 我們還是希望把這些團體 我們大家再把它整合回來 然後幫我們大家相互 我真的覺得要一起共好 把這些力量匯聚在一起 大家相互的分享這些資源 然後我們一起走下去 這我想也是我們一群 剛剛我們方簡老師說的 一群呆子 總是合作在一起 大家彼此之間相互的幫忙 這樣子 我覺得才是一個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那接著因為我們網路上 本來有開放之後 讓大家來問話 一方面時間的關係 我想隨時我們在網路上 在這群組裡面 我們相關的單位都會 來做這些相對應的一些回應 另外我想我就介紹一下 因為抱歉我怕有一些可能是 另外進來的我可能沒介紹到 如果有你可能讓我們 我們還是以團體來介紹為主 我們還是以團體來介紹為主 我看我們在這次報名的部分 還有我們高雄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理事長 我們黃毅英 理事長 你昨天有沒有要簡單 跟我們講一下話嗎 還是時間有限 就是多包含一下 我們也讓我們理事長 也是這個大老遠來讓他講話 感謝主辦單位 讓我有這個機會 從南部那麼遠上來 就是我們那邊一定相當的多 剛才說的說 騎我的水 真的是說 我們那邊 那汙染實在會驚人 我們PoA.5 晚上都飆到一千多 那事實 這個 那個圍襲 圍襲那個策戰都飆到那麼多 我們打電話去問 他為什麼飆了那麼多 他跟我講說故障 然後一台飆那麼多 其他都故障嗎 然後我們那邊還有那個 就全國 那汙染炎 就特殊工業區 前後有五個 五座 那我們那邊 包括我們林海工業區 就 林沿工業區 就有兩個 然後第三個 又要剛要成立 就 那個 新材料園區 它要設置 設置為什麼要設置 但是 它循環其實不來 它百分之八十 就是 傳統的工業區 要設置它那邊 你看那個 電力 還有紅外爐 都是外部 紅外爐 要送到外部去燃燒 然後水鹽 水之鹽也是從外部送進來 那循環 何謂的循環呢 騙人 所以說 如果 這樣的環境 施衡 大家說 你今天 南部 南部 南部都破壞 都會癌 會性癌 現在有 五家的醫院 四家的 大水 來評估 南部的會癌 是聯軍 北部的十五部 十五部 他怕死人 你還要設第三個 特殊工業區 我覺得 我們政府 腦袋 是不是有問題 你現在的世界上的 無患肺炎 你看 每個國家 都是那麼嚴重 所以說 這比較來 比較 如果 南部人 都這樣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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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醫療體系 是不是失衡 要承受 那麼大的 醫療費用嗎 所以說 我們的政府 好好的考慮 不是這樣做的 南部店 你說 十大建設店 四大建設都放在那邊 對於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 貢獻那麼大 為什麼 你不照顧南部人 不可以這樣做 絕對要好好的 有一套的 不要讓這個環境來施衡 以上 謝謝 感謝 謝謝 黃理事長 感謝 我們時間不夠 不一定是應該給你們說 我們每次組織這個很為難 是大家講的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忍心 要讓他提腦 不過表示我們還要再加油 接著我們這個 台灣水資源聯盟的我們的理事長 蔡總統醫師 也來到現場 蔡醫師 是不是也讓您 來說個話一下 蔡醫師 你有幫忙 我怎麼不知道 你有安排 你們水資源租林 怎麼的車在搶著講 我們租林 給你什麼 謝謝 蔡醫師 今天很高興 我也很感謝我們和理事長 還有宏林 還有各位前輩 都能夠好好把這個辦得很好 剛剛像周老師 周遠老師也講說 我們真的氣候變遷的問題 我們是在墊後 那我是一個醫師 那我發現我們的水 空氣 食品 都出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癌症的病人 越來越多 像癌症癌 癌症癌最多 那現在我們要找根本研癌的問題 那剛剛那個西老師 還有張光臉 也都有 跟他說我們的根本研癌在哪裡 那我覺得我們的根本研癌 其實在靈能方面 所有的問題 就是政府的官員 還有國會議員 是不是真的很黏冷 如果沒有黏冷的話 那以後問題就一直出來 那我們 這些都是在擦屁股而已 我們是專門幫政府擦屁股 然後大家做得很辛苦 那因為 因為政府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還有 可以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有很多英雄出來 所以我是像我們那個 張文明 他對這方面的話 就是在國會方面也是監督的 這很重要 那我們在政府方面的話 還是國會的話 其實要 還要讓他們更知道 我們的環境問題 因為我覺得 我們這些難力的話 都非常缺乏環境意識 所以很常 所以我們整個經濟政策的話 都在走 合適經濟方面 所以如果這方面不能改的話 我們未來的問題 才是一直都沒有辦法改變 所以 我雖然是醫生 但是我現在 隨之眼 而且 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也是在這邊 那我是希望 從這方面 能源改善的話 我們的環境 也會改善很多 我們的減碳方面都很多 所以 我們大家希望 跟我們努力 跟我們的政治更好一點 然後我們的環境更好一點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蔡醫師 其實最讓人敬佩的醫師 就不只在藝人 還在醫心跟醫環境 我們希望這些良醫多一點 接著的部分 是我們還有一個 永平國小的自救會的成員 其中 其中 有一個我們的 莊怡欣 我們的會長 是不是也在現在 我們也是讓 會長也可以簡單的說一下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已經來第三年了 就表示說 我們還在 努力 對 我們還在對抗中 前兩年有成功的在 陳秦文以後擋下來 不過今年又因為 立法委員的介入 所以直接介入到前三計畫裡面 跑到直接去開一個中央地方協調會議 把已經通過的出審的案子 把它想要代換掉 把永平這個地方 你們可以拿一個 這個是我們 因為太長了 所以可能是大家 麻煩看一下那個 我們這個一路的細路歷程這樣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程序上很奇怪 就是 為什麼前三可以不用經過審議 也不用經過環評會議 什麼都不用 直接就 捧一聲的丟到中央去 那中央如果說 沒有我們這些受害者去反應的話 他不會知道 地方政府是丟了什麼案子給他們 其實中央蠻直白的 我們沒有去 他們就過了 就是我們一定要靠民間的力量來打下來 那這很不合理啊 所以我們就是 剛剛斯文王說 我們在做一個補破網的動作 我們就在補破網 那如果今天不是學校 今天是一塊地 那邊都沒有人 所以大家就盡量挖 那剛好今天挖的是永平國小 我們有家長的力量 那我們團結起來 就是還是一直在 對 那我們現在也有一個朋友 就是京城公園 然後上次也去聲援他們 他們也是前站的受害者 他們是反正通過就前撥下來以後 在臨時截止取彎 截止取彎 去把一個非常非常珍貴的一個公園 裡面走進去有森林般的感覺 我們中央盒沒有這種地方 但是他們土城有 現在他們的前站就是要把這個地方 全部變成商場 然後他旁邊是一個京城國小 直接從國小旁邊這樣開過去 所以他們也是前瞻進化 那他就說我們是那個LG連線啊 我們是整條那個開過去 就是我們都是那個很可憐的 對啊對啊 所以就希望大家都給我們一些意見 不知道或是有什麼可以幫忙 我可以給你那個立委的手機電話 真的 快定認識我啊 手機電話很多有 他恨得有牙癢癢 謝謝啦 大家都辛苦了 不過今天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 我們還有一個同學 就我們的伊菲 剛剛幫忙在發這個 我們謝謝他 真的我們希望從小就來關心 不過我們希望讓他覺得世界還是有希望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讓小朋友覺得台灣還是值得待的美好的地方 那另外這就會剛剛講的一個會議 我們蔡美碰也有來到現場 我們特別感謝他們 另外還有我們這個雲林藝術人文關懷協會的 林副元理事長也是常年很關注我們 我們是請林理事長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大家好 請求氣候危機 請求氣候危機 那最直接關係到的就是農業 今天政府新第二次執政 已經砍了很多台塘農地上的人造林 那也預計搶很多有機專區 那在面臨全球氣候危機的現在 你要砍樹 你要搶農地 你要搶有機園區 你得先做什麼事情 生態怎麼補償回來 政府面對現在全球的疫情 大家世界各國都在搶糧搶得兇 那我們台灣趁著這一次脫離了普漢疫情的影響 我們在滅龍 我們在砍森林 這對嗎 這塊已經告訴我們全球經濟在工業經濟大型的當下 這些世界經濟體每個都在工航 現在在保的在搶的是糧食 那我們台灣當下是在鬼龍滅地砍森林 這對嗎 所以全國NGO在這次的氣候危機裡面 我們該扮演什麼角色 真的要實際的去到農業縣市去看 我們的水準多久沒有水下來了 我長期在雲林 因為抗爭六輕的用水問題跟環境問題 我這幾年觀察到是每年水越來越少 一直到今年 從兩年前水井開始乾枯 開始水井開始馬達開始燒毀 一直到今年嚴重到 農林想下田都爛 因為土地越來越乾淹水淹不了 馬達一直在燒毀 我們地下水已經出現危機了 那在每個縣市的縣市長執政上海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先編列工業區 請問你們編列工業區水怎麼來 人喝什麼水 土地作物不用水灌溉嗎 NGO會議我提出這一點農業的建議 政府要正式 謝謝 謝謝我們理事長 這個許多的議題 我真的希望我們在各個第一線的朋友看到的問題 其實不只這問題 我記得我們過去長期在談 台灣還有很多地方灌牌不分離 什麼叫灌牌不分離 意思是我們的工廠也用這一個鉤子來排水 然後我們的農業也用這條水來 灌牌不分離在台灣還那麼多 所以這個不可思議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我們大家都還要再加油 抱歉沒辦法讓大家唱所預言 不過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會議很重要的是 群聚把它的一些資源做一些會整 未來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料 來跟政府來做這個遊說 或者是有一些機緣 我們把這些資料來做這些對外的公佈 那我們希望因為現在數位化的部分 也希望把大家現在談到這些問題 至少我們都上網 讓這些資訊可以更完整呈現 那今天另外很感謝 其實很多團體都各自有一些工作人員 包括我們這個公民監督國聯盟我們的夥伴 然後還有我們包含這個今天攝影的部分 事實上都是這個像義烏這樣子來幫忙 也是謝謝玉宏姐來做一些介紹 外面的這些懲罰裡面 有些荒野的這些夥伴 反正都是透過大家的力量一起群聚來把它完成 所以我們接下來很重要的是 明年盧主我剛剛已經揭曉了 是不是請我們今年為主當召集的人 跟明年的盧主我們月美老師 我們是來做一個交接的動作 好 沒關係 小心 其實是應該怎麼講 就這樣 要說的話 不用了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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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明明老師 我覺得真的要謝謝 我剛剛講不只是荒野 其他團都一樣 事實上我覺得站出來的團體 我們一直覺得只有企業有社會責任 事實上你們都不知道 有很多的非逆組織 他也像這樣的事情 就是他扮演他的社會責任 他不是只做他的事 他覺得有餘力還是要幫忙把平台做起來 所以這部分我想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今天那個剛剛的發言 有一些團體的發言 還有兩位老師的 我們都會把它 事實上把它匯整跟列管 那因為下個禮拜一 我們就會針對議題做一些釐清 所以今天大家的訴求 都會有機會放到未來的追蹤裡面 最後的部分 因為周貴臉老師 他很貼心 因為剛剛演講完 你看這個不僅是我們有畢業費用 他說沒有 就捐給大家 另外他也有一個 希望大家來關心一個事情 他在之前他有投書 有寫了一篇 破壞性新常態 牽動台灣發展藍圖 大概跟今天的部分有關 就破壞性新常態 牽動台灣發展藍圖 我想我會把這個部分連結 待會兒貼到我們直播的這些網子 大家如果有機會也可以去看一下這篇文章 那就再次感謝大家 我知道很多還想講 不過也謝謝我們曼莉委員還有森翰 這個委員一直在後面 跟我們整個活動的分享到結束 大家繼續努力 再次感謝大家 謝謝